第2861章超出想象的战力 速魂镜三层和神圆镜一层之间 也是有着巨大差距的 虽然陆永涛绝对无法和陆天奇相比的 毕竟他并不是什么战斗天才 也没有越级战胜对手的能力 只是一个普通水准的神圆镜一层修士 但神圆镜一层再怎么说也是神圆镜 绝对不是随便什么速魂镜修士能够去越级战胜的 尽管陆雨晴拥有特殊属性的荒谷寒体 但他才刚刚连续突破到速魂镜三层没多久 在赵凤仪等人看来 如今的陆雨晴对陆永涛提出生死战 这未免太莽撞了 雨晴 你不必和陆永涛生死战的 你不等赵凤仪把话说完 陆永涛直接打断道 陆雨晴 看来融合荒谷寒体之后 你连自己性什么也不知道了 如若你继续成长下去 今后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但眼下你想要战胜我 这根本是在吃人做梦 你要和我生死战 我自然是会答应的 对于陆永涛打断自己的话 赵凤仪脸上有怒火在闪动 沈丰的目光看向了陆雨晴 道雨晴 你考虑清楚了吗 陆雨晴点头道 哥哥 请你相信我 沈丰从陆雨晴的美眸里看出了自信 他私存了数秒之后 点头道 你自己要小心 而陆顶空和陆延和等陆家老祖的目光 则是集中在陆永涛的身上 陆永涛对着这数位老祖传音 说道 如今陆雨晴肯定会退出陆家 他既然自己想要送死 那么我们陆家应该要成全他 荒谷寒体确实极为恐怖 但他才刚刚融合没多久 估计连如何运用荒谷寒体都不太清楚 而我毕竟是一名神员进修士 难道还无法将这丫头碾压吗 这次假如让陆雨晴离开了 他今后成长起来的几率很高 况且他对我们陆家没有任何好感 就算他成长起来了 我们陆家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反而他今后极有可能对我们陆家动手 道不如现在直接送他去黄泉路上 陆鼎空和陆炎鹤等人也觉得陆永涛说得十分有理 其中陆鼎空传音说道 陆雨晴的确太过急躁了 以他刚刚融合荒谷寒体 并且只有速魂进三层的修为 确实很难战胜神员进一层的你 但是你必须要全力以赴 不要在阴沟里翻船了 陆永涛点头传音回答道 丙空老祖您放心好了 我不会给陆雨晴有任何一丝战胜我的机会 随后他对着陆雨晴开口道 我们可以直接在宴会厅的外面进行生死战 这场生死战谁都不能插手进来 你应该同意吧 陆雨晴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这是自然 见此赵凤怡知道事情无法阻止了 而脸色痛苦的陆超凡 道雨晴 你可千万要小心 陆雨晴回了一句 我绝对不会输的 说完 他便先一步朝着宴会厅外走去 紧接着陆永涛也跟着出去了 赵凤怡从自己的魂界之内拿出了一块金色的石头 这便是沈丰需要的金岩石 他道 小丰 我身上只有金岩石 一旁的卫生在魂界内翻找了一下之后 拿出了一根漆黑的古怪树枝 道沈道友我身上正好有蘑菇枝 不远处的孙万里和孙丸走到了沈丰身旁 其中孙万里从魂界内拿出了一个罐子 其中放着一种血红色的泥土 道小友你的运气不错 我身上刚好有赤龙土 我对你去除腐蝎的办法很感兴趣 今天正好可以开开眼界 沈丰看到自己需要的材料齐全之后 他看向了孙万里 道 孙格主 我希望我妹妹和那家伙的生死战 能够公平地进行 孙万里点头道 小友 你放心好了 如若陆家的人敢插手这场生死战 那么我绝对不会让陆家好过的 听到孙万里开口的陆顶空和陆炎鹤等人 脸色阴沉的厉害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孙万里要一直帮沈丰 要知道这赤龙土乃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就算是他们陆家之内也没有赤龙土存在的 这赤龙土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 必须要在一个极为炎热的环境之下 其中的地面被赤龙的血液所浸透 在经过数千年 乃至醋万之后 哪里的泥土才会演变成赤龙土 陆家的家主陆静远 对着孙万里 道 孙德主 你在三地帮助这小子 你确定自己之前不认识他 孙万里笑道 陆家主 经过我刚刚的观察 我觉得他挺适合做我的女婿 对于未来有可能成为我女婿的人 我自然是会出手帮助一下的 此话一出 陆家之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而站在孙万里身旁的孙万 没想到自己父亲会说出这番话来 他脸色通红的同时 踢了自己的父亲一脚 背驰紧紧地咬着嘴唇 就在这时 宴会厅外面的生死战已经开始了 恐怖的掌风冲入了宴会厅里 只见陆永涛一上来就施展了二品神通 碧涛是灭掌 这一招 之前陆天奇对战审风的时候也施展过 海浪之声连绵 一层层犹如巨浪的碧绿色恐怖能量 朝着陆雨晴吞噬而去 陆永涛施展的碧涛是灭掌 虽然没有陆天奇施展的恐怖 但微能也绝对不容小觑的 不过 陆雨晴并没有要闪避的意思 他双眸之中有白芒一闪而过 紧接着 以他位中心的两米范围之内 一种骇人无比的极致冰冷在其中凝聚 那一层层恐怖的碧绿色聚浪能量 在进入这个范围内之后 瞬间被其中凝聚的极致冰冷给冰冻了起来 卡 卡 卡 冰冻声不绝于耳 最终当陆雨晴脚下不择跨出的瞬间 砰的一声 被冰冻起来的巨浪能量 瞬间粉碎了开来 下一瞬间 陆雨晴消失在了原地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陆永涛的身后 同时 在陆永涛的上下左右 被一根根巨大的冰刺给包围着 陆雨晴没有回头 道 你还有一言要说吗 陆永涛这一刻完全被吓傻了 他的身体不停地发抖着 喉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陆雨晴柳眉一皱 脚步朝着宴会厅内垮出的时候 扑哧扑哧扑哧的声音响起 一根根巨大的冰刺 轻松地破开了陆永涛的防御层 最终穿透了他的身体 陆永涛的鲜血将每一个巨大冰刺都染红了 虽说陆雨晴面对的陆永涛 只是一名普通的神员 近一层修饰 但如今他展现出来的战力 确实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第2862章死子刘不得 陆永涛眼睛瞪得巨大无比 体内的生机已经完全消失 俨然是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四周显得很是安静 在陆雨晴走回宴会厅内的时候 赵凤仪总算是回过神来了 他喉咙呼出了一口气 随后 他的脸上有惊喜之色闪现 按照刚刚陆雨晴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在这二重天之内 绝对是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沈丰见陆雨晴毫发无损之后 他的目光继续定格在惊严时 是龙土和魔窟之上 陆顶空和陆延赫等人完全没想到 陆永涛会这么快死在陆雨晴手里 他们这几位陆家老祖 心里面真的是无比的后悔 毕竟陆雨晴原本也是陆家人 而且是陆家内的嫡系 是他们陆家一步不把陆雨晴逼出陆家的 陆永浩看着自己死不瞑目的亲弟点 他紧紧地咬着牙齿 力气在身体内翻腾不止 在控制了仪惠情绪后 他将目光看向了陆雨晴 道这笔仗我会算在你那位哥哥的头上 带会的生死战中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就等着欣赏他陷入无尽痛苦之中的样子吧 文言陆雨晴身上冰冷涌现 但他清楚自己不是陆永浩的对手 刚刚之所以能够轻松地杀了陆永涛 完全是他一上来就动用了荒谷寒体的能力 虽然刚刚融合荒谷寒体的人 确实不太可能马上能够动用荒谷寒体的能力 但陆雨晴算是一个特例 他对融合进自己体内的荒谷寒体 有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 甚至在之前融合的刹那 他就掌握了一些荒谷寒体的威能 所以他才有底气提出要和陆永涛一战 说到真实战力的话 陆雨晴可以肯定 他绝对不是陆天琪的对手 陆天琪虽然是败在沈丰手里的 但其战力可以称得上是恐怖 陆雨晴之前是感觉到其战力的 在他心里面有了一定的判断 他如今能够轻松战胜一名普通的神员 进一层修饰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陆雨晴并没有去理会陆永浩 他走到沈丰身旁之后 便安静地站立在一旁了 孙万里和孙万目光不禁看向了陆雨晴 他们两个来自于中神庭之内 从前见过的天才有很多 毕竟中神庭这三个字 会吸引着无数天才的前往 但孙万里和孙万不得不承认 如今的陆雨晴哪怕是进入中神庭之内 也绝对是无比耀眼的存在 沈丰手里拿着金岩石 这种天才地宝非常的奇特 其坚硬程度十分可怕 就算是神员尽强者 也很难将其给烘碎 不过 假如金岩石遇到水之后 其坚硬的一面会瞬间被瓦解 因为这金岩石是遇水旧化的 沈丰对着一旁的卫生 道 帮我准备一个洗澡用的木桶 并且在里面装一大半的水 卫生在听到沈丰的话之后 他很快帮沈丰给准备妥当了 毕竟他的魂界之内有洗澡用的木桶 至于水的问题就更加好解决了 沈丰看着木桶内的一大半水 他将一块金岩石直接丢了进入 在这金岩石遇到水之后 其再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开来 沈丰并没有闲着 他的手掌按在了木桶外面 玄气和神魂之力顿时渗透了进去 他的神魂之力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那些融化在水中的金岩石能量 他控制着自己的玄气 再聚集这些金岩石能量 一遍又一遍地用自己的玄气 以一种特殊方式再催炼金岩石的能量 这种催炼金岩石能量的手段 旁边的人根本是感觉不出来的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再催炼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木桶里的水变成了一种璀璨的金色 甚至其中泛起了波光灵灵 沈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随后 他将持龙土撒在了木桶之内 沈丰手掌继续按在木桶之上 利用自己的玄气 牵引着赤龙土内扩散出的能量 均匀地分布在每一滴水之中 这赤龙土在遇到这种融合了金岩石能量 并且经过淬炼的水之后 其内部的能量会释放得很快 不过 这一切都在沈丰的掌控之中 渐渐地 金色的水之中拨出了丝丝血红色 并且木桶内的水在不停地冒出一个个的气泡来 看似沈丰的每一个步骤都很简单 但如今就算陆顶空等人全程在一旁看着 他们也不可能将这种手段学会的 光光是要淬炼金岩石的能量 只要其中有一次淬炼不对 这就会导致最终无法成功 漆黑色的蘑菇汁 沈丰是最后一个将其拿在了手里 他的玄气渗透进蘑菇汁内部 利用玄气在其内部刻画出一种特殊的符文 紧接着 他让蘑菇汁悬浮在了木桶上方 没多久之后 从蘑菇汁内部散发出了一种奇异的能量波动 数秒之后 这蘑菇汁全都化为了一种黑色的粉末 散落在了木桶的水之中 然后快速地融合进了水里 一种特殊的刺鼻气味 从木桶内的水里散发了出来 如同是有无粗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这里 不少人全部捂住了鼻子 甚至有人开始干傲了起来 沈丰对着陆超凡 说道快进入木桶之中 脸色痛苦的陆超凡并没有多问什么 也没有去嫌弃这种水的难闻气味 他整个人的身体直接浸泡在了其中 刚开始陆超凡身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在过了两分钟之后 处于他血肉中的那些腐蝎 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了起来 伴随着扑驰 扑驰的声音响起 一只又一只黄豆大小的腐蝎 从陆超凡的血肉之中冲了出来 无比欢快地在木桶内的水中游荡 在众人的视线中 陆超凡身体内的所有腐蝎 全都自行从他身体内冲了出来 这一幕简直是让人惊叹连连 毕竟在二重天之内 一旦修饰被腐蝎钻入身体内 根本是没有办法将其驱除出来的 可如今这一幕就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陆顶空眯起了眼睛 阴冷之色在他的双眸中接连闪烁 他对着其他陆家劳组合陆永浩传音 说道 此子留不得 他的这种手段 我从前闻所未闻 一旦他成长起来将会变得十分恐怖 正所谓管中窥豹 从这小子的某些方面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他的未来将会非常恐怖 不管他背后有没有势力 既然他如今答应了和永浩生死战 那么哪怕是他死在永浩手里 其背后的视力也只能够咽下这口气 第2863张幻谷 在陆顶空用传音说话之间 沈丰将陆超凡从木桶内扶了出来 如今身体内完全没有腐蝎存在的陆超凡 感觉浑身无比的轻松 那种痛苦全都消失干净了 陆超凡离开木桶之后 看着一只只在木桶内游来游去的腐蝎 他有一种难以置信在心里面滋生 原本身体内被钻入这么多腐蝎之后 他肯定了自己的修炼意图将彻底终止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够真正脱离这些腐蝎 陆超凡的情绪十分不平静 他激动无比的对着沈丰 说道 沈哥 沈丰摆了摆手后 直接打断道 虽说腐蝎全部从你体内出来了 但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不适合太过的激动 至于那些感谢的话 你也不必多说了 这些腐蝎就当作是你送给我的一份感谢礼物了 眼下 那一只只在木桶内一体里游荡的腐蝎 犹如是喝醉了酒一般 沈丰轻松地将这一只只腐蝎的生机给切断 然后将这些腐蝎的尸体收入了血红色戒指内 这腐蝎是炼制不朽易的主要材料 不朽易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灵异 修饰在用了不朽易之后 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 完全不具腐蝎之力 沈丰觉得将来或许会需要不朽易 所以他才将这些腐蝎的尸体暂时先收起来 一旁的孙万里和卫生等人 全都对沈丰这种驱除腐蝎的方法很感兴趣 不过眼下他们并没有去多问 接下来沈丰和陆永浩那一战 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尽管沈丰在和陆天奇的一战之中 展现出了足够强大的战力 但陆永浩可不是陆天奇能够比你的 小子你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几分能耐 如若你拥有和我相同的修为 那么我战胜你的几率为零 但你如今只有速魂进六层的修为 这就注定了你会惨死在我的手上 我已经等了你不少时间 现在你应该没有其他事情要做了吧 陆永浩说话之间 他的身影直接掠到了宴会厅的外面 听得此话的沈丰 同样是走出了宴会厅 陆家的老祖陆顶空 说道 这一战之中 谁都不能借用圣宝 先不说赵凤怡身上的青芒宝衣 那僧万里身为中神庭藏宝阁的阁主 其魂界内肯定有圣宝存在的 最重要僧万里又如此的看好沈丰 肯定会尽可能的去帮助沈丰的 虽说陆家也有两件夏品圣宝 但只有冰凤剑是战斗类型的圣宝 而且这冰凤剑只是普通的夏品圣宝而已 为了以往万一 陆顶空才突然这么说的 原本沈丰想要去陆家练武场的擂台比斗的 哪里四周毕竟有不少藤蔓的 可以方便他施展木魂术 然而在他走出宴会厅的瞬间 陆永浩便对沈丰展开了攻击 我们也不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相信你我之间的生死战 很快会结束的 之前 沈丰利用一根根藤蔓将陆天奇击败的画面 在场的这些人都是看到的 所以陆永浩将此事考虑了进去 而且他完全不给沈丰反驳的机会 身影已经彻底临近沈丰了 恐怖的神员近三层气势 在陆永浩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他一拳直接朝着沈丰轰击了过去 虽然这一拳中并没有蕴含战绩和神通 但拳盲却是异常的璀璨且可怕 害人的拳风促使四周的空间不停扭曲着 沈丰完全没有思考的时间 只能够拍出一掌去迎向陆永浩的这一拳 砰的一声陆永浩站在人地没有动弹 而沈丰则是退后了猝步 甚至他去抵挡陆永浩那一拳的手掌里 出现了一条条细腻的血痕 沈丰眼眸内的目光十分的凝重 这陆永浩的战力 果然要超出当初的星陨神殿店主不少的 同样走出宴会厅的赵凤仪 道为什么不去之前的擂台上比斗 他当然也清楚附近没有藤蔓 恐怕沈丰就无法施展出那强大的一招了 这便是木魂术的局限性 当初陆顶空等人虽说没有出来观看沈丰和陆天奇的一战 但他们对整个过程十分的了解 赵凤仪 你要让他们现在去练武场的擂台上比都也可以 不过雷台附近围墙上的一根根藤蔓 如今早就已经被陆家的下人清理干净了 我们都觉得那些藤蔓太暗眼了 你还执意要让他们去哪里的雷台上比斗吗 陆顶空淡漠的笑道 文言赵凤仪知道如今无论是换到陆家的任何地方比斗 恐怕附近都不会有藤蔓存在了 在他心里面暗自觉得陆顶空等人卑鄙的同时 沈丰看了眼波满血痕的那只手掌 看来如今是无法去用木魂术操控藤蔓了 不过 好在这宴会厅外的四周有一些参天大树的 虽说以他现在对木魂术的理解 控制树叶和花草只能够比你二品神通 但 这等威力也不算弱了 陆永浩见沈丰表情凝重的模样 他道 我看你能在我手里坚持到何时 说完 他这次没有去逼近沈丰 手臂挥舞之间 凝结出了一个恐怖的复杂印记 随后他手掌拍在这个印记之上 星光闪 陆永浩的这一系列动作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沈丰刚刚想要反击 他便感觉头顶之上一阵翻腾 他脚下的步子停顿了一下 只见他和陆永浩的这片区域上空 被一层黑色给笼罩住了 在那黑色之中有点点光亮 如同是星光一般 周围原本那些看热闹的修饰 脚下的步子急速暴退了一段距离 生怕被眼前的场景给波及到 陆永浩手臂对着沈丰一挥 大上空黑色之中的点点光亮 闪烁得越来越快速 某一瞬间 沈丰有一种极为不妙的感觉 只见从每一个闪烁的光亮之中 都在冲出一道恐怖的光束 这些光束之中蕴含了无比骇人的洞川之力 要知道这星光闪乃是陆家内的一种三品神通 陆顶空等人见陆永浩施展出了星光闪 他们觉得沈丰很难挡住这一次的攻击了 这场生死战应该很快会落下帷幕的 沈丰见此 他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的保留 那一道道光束全部是朝着他冲击而来的 他第一时间将大成的金炎圣体激发了出来 背后一对火焰翅膀伸展开的同时 他整个人顿时冲了出去 金色的火焰在他周身缭绕 圣元之力从他身体内溢了出来 进入金炎圣体的状态之后 他快速地躲避着一道道恐怖无比的光束 原本如若不激发金炎圣体 那么他或许还真的无法躲避开的 不过如今就不一样了 那一道道从上空黑暗之内冲下来的光束 最多是擦到沈丰的衣衫而已 陆永浩见沈丰可以避开星光闪的一道道光束 他的表情略微地愣了一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 沈丰顿时沟通了四周参天大树上一片片叶子 这一瞬间 无数密密麻麻的叶子仿若是活了起来一般 请客间朝着陆永浩吞噬而去 每一片叶子之内都充斥着骇人的切割之力 紧接着 沈丰又催动了天命古文 当天命古文弥漫圣体之意的时候 他的速度再一次地提升 滚滚战役再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当初和星云神殿店主的一战 沈丰是被对方给激怒的 如今他只能够尽量地调动出自己的怒气 天地间回荡起了一声怒吼 在沈丰轰出一拳的时候 在他面前凝聚出了一道巨人的虚影 其和沈丰保持着同样的动作 也是朝着陆永浩轰出了一拳 擎天一拳 这一招是战役和怒气的配合 当初被星云神殿店主激怒的沈丰 所施展的擎天一拳 可以比你普通的三品神通 但如今战役虽然足够了 但沈丰的怒气并没有当初的强 所以这一招的威能下降了一些 最多是处于二品神通之内 不过应该导演勉强可以比你一些顶尖的二品神通了 在巨人虚影的恐怖拳头 不停临近陆永浩的时候 碰的一声 陆永浩从密密麻麻的树叶之中挣脱了出来 他的身上多了不少的伤口 甚至防御层也被刚刚的树叶给割破了 他没想到刚刚从密集的树叶中挣脱出来 就有一个巨人虚影临近了 他甚至连重新凝聚防御的机会也没有 碰的一声 这一拳无比真实的轰砸在了陆永浩的身上 他的身体犹如是一个被抛飞出去的麻袋 最终撞击在了宴会厅的一堵墙面之上 在恐怖的巨大冲击下 墙面塌陷了下来 将陆永浩埋在了下面 只是不等众人震惊沈丰的大成惊严圣体之时 很快 碰的一声响起 陆永浩从塌陷的墙面下冲了出来 他除了嘴角溢出一些鲜血 身上有不少伤口以外 竟然没有受太严重的伤势 要知道 操控树叶的木魂术和刚刚的晴天一拳 都是能够比你二品神通的 陈峰在进入金炎圣体的状态之后 他各方面的战力绝对是得到了不少提升 在如此攻击下 这陆永浩竟然只受了这么一点无关痛痒的伤势 最重要 他施展晴天一拳的时候 陆永浩身上连防御层都没有凝聚出来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些 此刻 之前星光闪锁凝聚的黑色早就是散去了 身后展开一对圣体之意 周身缭绕金色火焰的沈峰 眉头紧紧皱着 他的目光定格在了陆永浩的身上 陆永浩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道 有意思 难怪你敢答应和我生死战了 原来你还拥有大成的圣体 只可惜你是无法战胜我的 这一刹那 沈峰从陆永浩身上感觉出了两种不同的气息 在不远处观战的孙万里 紧锁的眉头松开了 说道 小友 他身上第二种气息 乃是从他全身骨头内散发而出的 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么他从前经历过换骨 他体内自己的所有骨头 应该是被其他人的骨头所代替了 而且如今在他身体内的骨头 曾经绝对是某位恐怖强者的 这样就能够解释得通 为什么他刚刚在承受了你的攻击之后 也几乎没有受太大的伤势了 换骨 沈峰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为申见此 他第一时间对沈峰用传音解释 这所谓换骨 和字面的意思一样 就是将自己身体里的骨头全部换掉 这是一种极为邪门的手法 接受换骨之人 在整个过程之中将会承受极致的痛苦 而且换骨是有一定风险的 修饰极有可能在换骨的过程之中死亡 正如孙万里所说的那般 陆永浩在承受了沈峰的攻击后 之所以没有受太大的伤势 完全是因为其曾经换上了某位强者的骨头 沈峰在听完卫生的传音叙述之后 他对换骨有了一定的了解 陆永浩看了《眼孙万里》 道 孙格主不愧是来自于中神庭的 我从前在一处遗迹中确实经历了换骨 而且如今我身体里的这副骨头 来自于曾经某位超越神圆境的强者 这些年我一直隐藏的这这个秘密 哪怕是陆家内的其他人也不知晓 不过 今天这小子的战力 确实比我预料中要强出太多了 我必须要借用这副骨头的能力来碾压他 他的声音之中充满了阴朗 且隐隐的有一种兴奋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利用这副骨头之中的力量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陆家的老祖 在听到陆永浩的话之后 他们随脚有笑容在浮现 作为陆家内的老祖 他们自然也是听说过换骨的 如今既然陆永浩得到了一位超越神圆境之人的骨头 那么将来其借助这副骨头架子 肯定可以顺利地突破到神圆境之上的 这几乎是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事情了 在他们看来 经过换骨的陆永浩 至少目前来看 将会给陆家带来一片光明 对于陆雨晴退出陆家之后 他们心里面的后悔 此刻也彻底地消散了 眼下今天这场生死战 陆顶空等陆家劳族已经可以确定结果 第2864张意想不到的吸收 在换骨的秘密被揭开之后 陆永浩变得完全无所顾忌 他催动着体内这副骨架的能量 从他身体内有浓郁的剑气和剑翼在渗透出来 他四周的空间之内充斥着锋利的切割之力 犹如是一把把无形之剑 在他的周身快速穿梭着 陆永浩的表情略显几分猙獰 当初他在一处遗迹之中 发现了一位强者的墓葬 并且那位强者的尸体被保存得非常完整 在哪里陆永浩发现了一本换骨之法 而且墓葬之中还有换骨所需要的各种天才地宝 当初在判断出那位强者曾经乃是超越神圆境的人之后 陆永浩便下定决心要进行换骨 将自身的骨头全部换掉 用超越神圆境之人的骨头来代替 这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从前在二重天之内 有一名毫无天赋的少年 在被人诬陷逐出宗门之后 他无意间获得了换骨之法 并且在机缘巧合下经历了九死一生 到时被他换了一副神圆境九层强者的骨架 自此之后 这名没有天赋的少年 在二重天之内一飞冲天 最终顺利地跨入了神圆境九层之内 将原先把他煮出去的那的宗门给彻底覆灭了 换句话说 在经历换骨之后 你所换来的那副骨架 其生前的主人拥有什么修为 那么你必定能够抵达和其相同的修为 但换骨也是有缺陷的 在换骨之人抵达那副骨架生前的巅峰修为之后 就很难再往上突破了 孙万里在感受到陆永浩四周的变化之后 他道竟然还是一副剑骨 小友 曾经他身体内那副骨架的主人 在生前肯定是凝聚出了剑骨 这是一种蕴含玄妙剑道的骨骼 其中会蕴含一些骨架主人生前的剑道奥秘 沈丰在听到孙万里的提醒之后 他身上速魂近六层的气势 变得更加汹涌了起来 按照如今陆永浩的身体强度 沈丰真的很难去直接将其碾压 在他脑中短暂的思索之际 陆永浩率先展开了攻击 其瞬间爆发出了自己的极致速度 见此 沈丰能够判断出 陆永浩的速度并没有比他快上多少 看来对方并没有完全将这副骨架给融合 在他想要赢上陆永浩的进攻之时 陆永浩周身的锋利之翼暴涨得更加恐怖 从他的身体之内冲出了一万把恐怖的黑色利剑 万剑之牢 那一万把恐怖的黑色利剑 促使天地变色 地面上出现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剑痕 一些在周围看热闹的修饰 虽说已经退得够远了 但在这一把万恐怖力剑扩散的锋利之下 他们的身体瞬间被切成了无数碎块 至于王清悦等人尽管没有跨入神圆境 但他们有赵凤仪和孙万里保护 所以在这种扩散的锋利之下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孙万里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 这一招恐怕有四品神通的水准了 这绝对不是他施展出来的 应该是那副剑鼓之中蕴含的招式 他纯粹只是将这一招从剑鼓中激发出来而已 在他说话之间 那一万把黑色的恐怖利剑 早已犹如雨点一般 朝着沈丰笼罩而去了 最终 一万把黑色的利剑 形成了一个正方体的牢笼 将沈丰给围困在了其中 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到这剑牢之内的场景 就算是孙万里等人想要感应 同样被剑牢外的阻隔之力挡住了 而陆永浩确实只是将剑鼓内的这一招激发出来 由于他并不是这一招真正的施展者 他同样无法感知到剑牢内的情况 不过 这一招可是抵达了四品神通的程度 他不相信沈丰还能够平安无事 在他看来 就算沈丰能够活着 也绝对会去掉大半条命了 陆永浩看向了陆雨晴等人 道你们说这小子能够在剑牢内坚持多久 他在其中会受到万剑不停的攻击 这种威能可以比你四品神通的招式 你们觉得他能够支撑得住吗 说完 他嘴角的笑容更加旺盛了几分 孙万十分不舒服陆永浩的这种姿态 他对着孙万里传音 说道父亲你不能让他有事 像他这样的人 未来应该在三重天之内的 死在这里会很可惜的 孙万里自然也有这种想法 只是不等他脚下步子跨出 陆顶空和陆延赫等陆家老祖 早就有了防备之心 他们挡住了孙万里和赵凤怡的去路 其中陆顶空说道 孙阁主这场生死之战 我想你们应该不会插手吧 孙万里见死 眉头紧紧皱着 就算他和赵凤怡联手 想要解决陆顶空等数位陆家老祖 也是有些难度的 甚至是根本无法战胜 毕竟陆顶空等人都在神圆进九层之内 与此同时 在外面局势僵持的时候 建牢之内 沈丰能够活动的范围很小 他的四周全都是一把把力剑形成的剑墙 可以说 每一秒钟都会有力剑从剑墙上朝他冲击而来 哪怕他躲过去了 非冲出来的力剑会重新没入剑墙之内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每一次冲出来的力剑再越来越多 就算他在惊炎圣体的状态 而且催动了天命古文 如若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他早晚会被力剑给击中的 最重要每一把力剑之中 全都蕴含了恐怖的穿透之力 沈丰在躲过了几波力剑的攻击之后 他发现自己左胳膊上的魂印天结剑 竟然自主有了一些反应 这种魂印哪怕在三重天内 也是顶尖的魂印之一 不过 这种魂印不会跟着修饰的成长而成长 必须要给他吸收其所需的能量 他才会逐渐成长起来 他左胳膊上的魂印天结剑 乃是一片雷云 在其底下是一把缭绕雷电的青色小剑 当在一次从四周有更多的恐怖力剑 冲击而来之后 沈丰只感觉左胳膊上滚烫无比 紧接着 那冲击而来的一把把恐怖力剑 竟然自主粉碎了开来 化为了一种黑色能量 流入了沈丰的天结剑之内 不过 从始至终沈丰左胳膊上的衣衫都没有撕裂 那些黑色能量是渗透过衣衫 进入天结剑之内的 此刻 沈丰可以感觉到天结剑十分的兴奋 好像是吃到棒棒糖的孩童一般 第二千八百六十五张领悟 又过了一会 如今每一次朝着沈丰冲击过来的恐怖力剑 全都会在魂印天结剑的影响之下 快速的自主粉碎开来 最后化为黑色能量进入天结剑之内 在确定了此事之后 沈丰干脆盘腿坐在了地面上 这剑牢之内的一把把骇人力剑 说到底也是由能量所形成的 这里的能量应该就是天结剑所需要的 既然如此 沈丰自然是要让天结剑 好好的在这里吸收个痛快 毕竟天结剑不会随着它修为的提升而提升 沈丰只能够一次次的去帮其寻找需要的能量 才能够让它成长起来 沈丰有些想不通为什么这一朝万剑之牢内的能量 能够被这魂印天结剑给吸收 难道说天结剑可以吸收各种剑招内的能量 这好像不太现实 如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天结剑就可怕的过分了 转而沈丰摇了摇头 否决了心里面的这个猜测 天结剑虽说是三重天上的顶级魂印之一 但是现在它胳膊上的天结剑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 退一步说 假如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天结剑就有这等能力 那么成长起来的天结剑的要恐怖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这一朝万剑之牢因为某些特性 所以才能够被如今的天结剑所吸收 伴随着沈丰的魂印天结剑 不停地吸收一把把恐怖利剑的能量 沈丰从天结剑上感应到了一种特殊的玄妙 在闭上眼睛细细的去感悟之后 他脑中模模糊糊有了一种剑招的修炼轨迹 当初在拥有天结剑之前 沈丰对剑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理解 曾经他修炼了无声剑道 这是一种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剑道 所以哪怕后来沈丰拥有了剑之神的传承 他也无法去真正的修炼 只能够将剑之神传承内的剑道玄妙 融入一些在无声剑道之内 促使无声剑道成为了无声杀戮剑道 不过哪怕是无声杀戮剑道 但其本质依旧是无声剑道 沈丰无法去修炼其他任何剑招 可在当初拥有天结剑之前的感悟 让他打破了这种限制 身体内产生了一种变化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会被无声剑道限制住 他可以去修炼其他剑道招式了 但之前沈丰一直没有时间去修炼其他剑招 眼下 从天结剑上感应出的剑招修炼轨迹 很有可能是万剑之牢的修炼方法 沈丰从血红色戒指内拿出了隐穴剑 普通状态下剑深银白色的隐穴剑 并没有抵达圣堡的范畴 之前 陆顶空说了这一战之中不能使用圣堡 如今沈丰使用普通状态的隐穴剑 这不算是违规的 他又手握着隐穴剑的剑柄 从天结剑上感应出的那剑招修炼轨迹 开始变得逐渐清晰了起来 正当沈丰投入到这种奇特的感悟中时 剑牢外同样无法感知到剑牢内情况的陆永浩 目光紧紧的盯着剑牢 就是一旦死在剑牢之中 那么这个剑牢会随即消散 又或者是剑牢内的能量全部消耗完 那么这剑牢同样会消散开来 如今距离剑牢消耗完能量没多少时间了 沈丰能够在其中坚持这么久的时间 这在陆永浩看来 沈丰的战力真的非常恐怖 不过就算沈丰坚持过来了 陆永浩也觉得沈丰不会剩下多少战力了 陆雨晴无比担忧地注视着剑牢 他真怕自己的沈丰哥哥出事 他的背驰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 简直是要将嘴唇都咬破了 陆顶空看了眼孙万里和赵凤仪 道这小子确实很有能耐 但在四品神通的招式下 他最多是在其中苟延残喘 一旁的陆延赫也说道 这小子能够坚持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发生了奇迹 他的生命将会在今天彻底终结 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剑牢上的能量再变得越来越薄弱 那密不透风的剑牢再逐渐地消散开来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定格在剑牢的方向 片刻之后 不少人的眼睛陡然瞪大 犹如是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一般 只见 在剑牢消失之后 沈凤安然无恙的盘腿坐在了地面上 这些人看不到沈凤一山下的天结剑 他们也没有看到之前天结剑吸收剑牢能量的画面 哪怕是孙万里也没有想到 沈凤在这一朝四品神通之下 竟然可以完全没有受伤 不远处的陆永浩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他身为激发剑谷内万剑之牢的人 他十分清楚这一招的强大 按照沈凤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哪怕是进入大城的金炎圣体内 这在陆永浩看来 沈凤也不可能如此安然无恙的 在陆永浩身体紧绷 情绪有些失控的时候 闭着眼睛的沈凤猛的将眼睛给睁开了 刺眼的剑盲在他的双眸之内一闪而过 他右手里握着引血剑 快速朝着陆永浩挥出 一时间一千把恐怖的黑色利剑 从引血剑之内爆冲了出来 瞬间将陆永浩吞噬在其中 形成了一个剑牢 对此沈凤不禁摇了摇头 他还是领悟的不够透彻 他从天节剑上领悟了这么多 只能够爆发出一千把黑色利剑 最终让其化为一个剑牢 他如今施展的这一招 最多只能够算是普通的二品神通而已 完全无法和刚刚的万剑之牢相比的 不过 这一幕落入别人眼里可就不同了 在他们看来 沈凤不仅在刚才害人的剑牢内平安无事 竟然还趁此机会将这一招 一招给领悟了一些 并且能够直接施展出一千把恐怖利剑 让其化为一个剑牢 这已经是极为不俗了 这等威能毕竟能够比你二品神通了 陈小友的剑道天赋极为可怕 孙万里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至于陆顶空和陆延赫等陆家内的老祖 一个嗝的脸庞都僵硬了下来 脸皮不停地抽动着 碰的一声 当陆永浩从沈凤的剑牢之内冲出之后 其模样有些披头散发的 刚刚他完全没有想到沈凤可以施展这一招 哪怕沈凤施展的威能减弱了很多 只是和普通的二品神通一般 但这毕竟也是沈凤亲手施展出来的 而他身为这副骨架的拥有者 到了现在也无法单独施展万剑之牢 哪怕是减弱版的万剑之牢 他都无法三悟出修炼的法门 每一次想要施展万剑之牢 只能够靠着去催动这副骨架内的玄妙 正路永浩有些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第二千八百六十六张然血战神 早已从地面上站起来的沈凤 随意将隐穴剑收回了血红色戒指内 普通状态下的隐穴剑 在这场生死战中无法有太大的作用 他周身金色火焰缭绕 身体内功法运转之间 背后的火焰之翼变得更加汹涌 沈凤想要碾压换骨成功的陆永浩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对方因为体内的一副剑骨 导致其肉身也变得无比强悍 披头散发的陆永浩 脸色猙獰的犹如是厉鬼一般 他身上神缘近三层气势爆发的瞬间 继续在极致催动身体内的那一副剑骨 他额头上抱起了一根根的青筋 喉咙里在发出一声爆喝之后 身影顿时朝着沈凤掠了过去 这回陆永浩的速度又往上提升了一些 不过沈凤的圣体之翼被天命骨闻弥漫 他如今的速度也绝对是极为恐怖的 只是在陆永浩还没有彻底靠近沈凤的时候 因为他在拼命催动剑骨 所以从他的身体之内 猛地延伸出了一把无比长的利剑虚影 而且这把利剑虚影延长的速度很快 这让沈凤完全没有预料到 哪怕他的防御足够强悍了 可在这剑骨形成的利剑虚影下 他的防御曾被瞬间洞穿了 扑斥一声 利剑虚影刺入了沈凤的血肉之中 他脚下的步子急速暴退 当他的身体脱离利剑虚影的刹那 有鲜血从他身上的伤口内喷涌而出 陆永浩见此 他更加极致地催动肩骨了 他这次一直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从他体内接连有无比长的利剑虚影冲出 而且这些利剑虚影好像能够无限延长的一般 无论沈凤退开多远 最终从陆永浩身体内冲出的利剑虚影 总能够冲击到他的面前来 身上出现多处伤口的沈凤 鲜血在不停地流淌而出 他有些无法捕捉到那一道道利剑虚影的轨迹 这一次 那些利剑虚影倒是没有让天洁剑产生动静 从沈凤身上流淌出的鲜血 很快被他四周缭绕的金色火焰给焚烧了 随后 他身上的圣体气息开始变得趋于狂暴了起来 甚至心脏也在不停地加快跳动 犹如是要从他的身体内跳出来一般 这种状态十分熟悉 当初在地球内的时候 他以封无尘的身份用金颜圣体来战斗过的 当时浑身鲜血淋漓的他 其血液被金色火焰焚烧之后 他进入了一种狂暴状态 自身各方面的战力全都有所提升了 根据当时在场的仙音导苏元所说 金颜圣体虽说在圣体榜上排名第三十 但如若拥有金颜圣体的修饰 让金色火焰焚烧自己的血液 那么金颜圣体会变得无比狂暴 这种状态下的金颜圣体 可以比你圣体榜上第二十三名左右的圣体 沈丰当初和星云神殿店主的一战 他当时在激发金颜圣体的时候 虽说身上也有鲜血流出 但他是在激发圣体之后 马上用情天一拳秒杀星云神殿店主的 之后又直接从圣体状态中脱离了出来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金颜圣体的狂暴状态之中 眼下沈丰周身的金色火焰在焚烧了一些血液之后 其中多出了一丝丝的红色 他全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力量 不过在这种狂暴状态之中 沈丰身体内的玄气消耗的更加快速了 他右脚蹬地的瞬间碎石四溅了起来 下一刹那沈丰便来到了陆永浩的身旁 这陆永浩的反应慢了一拍 砰的一声沈丰一脚踢在了陆永浩的身体之上 促使其犹如一颗被踢飞出去的球一般 只是陆永浩的身体在飞出去一段距离后 他顿时强行止住了自己的身体 除了被沈丰踢中的地方有些血液流出以外 他没有受太严重的伤势 对此沈丰眉头越皱越紧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 哪怕他再一次施展神通 估计也无法将陆永浩送去黄泉路上的 陆永浩对于战力暴增的沈丰 他冷笑道 你在这种圣体的狂暴状态中 能够坚持多久 我想你的玄气很快会消耗完的 以你的战力 你注定无法杀死我 今天笑到最后的人绝对是我 虽说他也很想要碾压沈丰 但他没有彻底融合这一副剑骨 如今在强行催促动了这么久之后 他隐隐让剑骨出现了一些排斥他的反应 所以他准备等沈丰的玄气耗尽之后 他再直接将沈丰踩在脚底下 沈丰那颗备用的金色丹田已经自主开启了 如若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他战败的几率会很高 之前他从青芒宝衣内取出白魔方之后 最后那白魔方进入了他的丹田里 并且释放出了一股温和且庞大的能量 当初沈丰融合之后 便抵达了速魂静六层的顶峰之内 刚刚在天洁剑开始吸收剑牢的能量 他便从天洁剑内隐隐的获得了不错的感悟 而且如今在金炎圣体的狂暴状态下 这种感悟更加的深了 某一瞬间 当沈丰再次冲出去的时候 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猛的从速魂静六层 突破到了速魂静七层之内 而且在进入速魂静七层的刹那 沈丰的气势就变得无比的稳固 进入速魂静七层之后 沈丰的战力在一次的往上提升了很多 如今受到剑骨排斥的陆永浩 根本无法躲开他的攻击 陆永浩的防御一次次被破开 他的身体一次次被沈丰给击飞出去 但他始终没有性命危险 在这期间 沈丰也感觉出了一个规律 眼下 浑身鲜血的陆永浩再次从地面站了起来 他目光凶残地注视着沈丰 道小子 你可以在战斗中突破又如何 只要我拥有这一副剑骨 你就不可能取走我的性命 沈丰的神魂之力一直外放到了极致 他并没有急着攻击 大约等了两分钟之后 他的身影忽然之间再一次动了 这回 他在临近陆永浩的时候 右手掌猛烈无比地抓出 扑斥一声 他的手掌瞬间没入了陆永浩的心脏位置 凶残无比地将其整颗心脏给拉扯了出来 刚刚在一次次的攻击之中 沈丰感觉出了剑骨对陆永浩的排斥性 他还逐渐地摸出了一些规律 在抵达一定的时间之后 剑骨会有那一刹那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时候沈丰绝对可以破开陆永浩的肉身 如今沈丰就是利用好了这个规律 在将心脏拉扯出来的时候 陆永浩的鲜血喷洒在了他的身上 一种血腥味在空气中扩散着 金色火焰只会焚烧沈丰自己的鲜血 并不会去焚烧陆永浩喷涌出来的鲜血 那颗心脏还在沈丰手掌里跳动 他唯唯一用力 扑斥一声 鲜血化为了血雾 在周围缭绕的金色火焰之中 给沈丰蒙上了一层妖翼 此刻的他犹如是一位燃血战神一般 第二千八百六十七张雷剑穿天 陆永浩在失去心脏之后 他并没有马上死亡 心眼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沈丰给捏爆了 他双眼之内充满了难以置信 他无法接受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他试图张开嘴巴想要说话 鲜血顿时从他的嘴巴喷洒而出 陆永浩的喉咙里只是在发出乌叶声 根本是说不清楚任何一个字 因为有鲜血不停地在从他喉咙里涌出来 他试图伸出手想要去抓住沈丰 只是右手臂才刚刚抬到一半 他整个人的身体便僵硬住了 眼睛瞪得巨大无比 身体内的生机在快速消散 带到他的身体缓缓倒在地面上 他体内的生机已经消散得一干二净 周围死一般的安静 在场很多陆佳人注视着陆永浩的尸体 他们暂时无法回过神来 甚至鼻子里的呼吸也屏住了 陆永浩在代替陆天赐 成为陆家的第一天才后 这些年岛也有很多闪耀时刻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当初的陆天赐 尤其是这些陆佳人 刚才得知陆永浩经历了换骨 而且换的那一副骨架 来自于超越神圆境九层的强者 这意味着将来陆永浩肯定可以超越神圆境九层 这对于整个陆家来说 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可这才过去多少时间 陆永浩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原本沈丰和陆永浩的这一战 在陆永浩揭开换骨的秘密之后 这些陆家人觉得陆永浩不可能会败的 他们认为最后绝对是沈丰惨死在陆永浩的手上 眼前的场景对于陆家来说 绝对是一个惨痛的打击 尤其是陆家内的那些年轻一辈 亲眼看到自己家族内高高在上的第一天才 当众被人给拉扯出心脏死亡 这对于他们而言肯定会给他们今后的修炼之路蒙上一层阴影 陆宇烟和陆宇双只感觉喉咙里干涩无比 当初他们去见沈丰的时候 乃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的 甚至要求沈丰毁了自己的脸 并且跪在冬天城外 但如今因为沈丰一个人陆家内彻底是乱套了 原本必死无疑的赵凤仪 因为沈丰而恢复了身体 原本没有未来的陆宇勤 因为沈丰而变成了可怕无比的天才 甚至陆天骑陆永涛和陆永浩也接连死亡 这三个人可都是在神圆境的修为啊 此刻 这两个女人再次看向沈丰的时候 她们终于知道沈丰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这是一种能够影响着身边人的力量 她们两个脑中不禁又想起了陆天赐的身影 曾经她们也一直受到陆天赐的照顾 而且她们也确实对不起赵凤仪 如若当初赵凤仪没有义无反顾的去救她们 恐怕她们早就死在了西域的虚城之内 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对于陆宇燕和陆宇双而言 她们未来也只能够留在陆家之内 继续朝着自己认定的陆前进 陆顶空和陆炎赫等陆家老祖 她们体内怒意犹如洪水一般 汹涌无比的力气 不停地从她们身上溢出来 陆家的第一天才代表的是陆家的未来 曾经陆天赐的死亡 已经带给陆家严重的损失 眼下代替陆天赐的陆永浩也死亡了 最重要天赐极为强大的陆超凡和陆宇秦又退出了陆家 至于陆宇燕和陆宇双虽说天赐也很强 但毕竟无法和陆永浩他们相比的 陆顶空等人是越想越恼怒 他们恨不得立马将沈丰给一巴掌拍死 孙万里已经觉察到陆顶空等人的异样 他道之前沈小友落于下风的时候 我们没有出手 如今你们陆家的陆永浩死亡 那么我想你们陆家最好也给我安分一些 你们陆家内的神员近九层强者虽然很多 但是今天我是此时的见证者 如若你们陆家敢胡来的话 我会调动中神庭的资源 来专门针对你们陆家的 你们陆家最好考虑清楚后果 一旁的赵凤仪也说道 如果今天陆家敢对小风动手 那么今后陆家的小辈最好不要出门 以我的能力要杀光那些外出历练的陆家小辈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他已经退出了陆家 并且和陆家撕破了脸皮 自然不必去顾虑那么多 而就在陆顶空和陆延和等陆家老祖 听到这些话之后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之时 扑斥一声忽然在空气中响起 只见沈丰右手掌拍在了陆永浩的尸体之上 在其没有了生机之后 那一副剑骨也发挥不出作用了 他的这一掌之内蕴含了恐怖的摧毁之力 所以陆永浩的血肉瞬间化为血液 流入了地面之内 只剩那一副剑骨还是完好的 在刚刚陆永浩死亡之后 沈丰感觉到天结剑又有了反应 好像对陆永浩身体内的剑骨感兴趣 所以他才有了这番动作 当他的左手掌按在那一副剑骨上的时候 他左胳膊衣衫下的天结剑 犹如是燃烧起来了一般 促使他的左胳膊一阵的剧痛 紧接着 那一副坚硬无比的剑骨 竟然在不停地化为细杀 好像其中的能量在不断地被抽走一般 与此同时 沈丰左胳膊衣衫下的天结剑 犹如是要将他的胳膊给焚化了一般 这种越来越恐怖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来 小子 你这是在欺人太甚 陆顶空力声喝道 在场的其余人并没有发现沈丰左胳膊下的不对劲 眼下那一副剑骨已经完全化为细杀 村万里拦住了陆顶空的去路 道 这是一场生死战 既然沈小友赢了陆永浩 那么陆永浩自然是要任由神小友处置的 哪怕他变成一具尸体也不例外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通隆 通隆 天空中忽然响起了沉闷的雷声 一道道蓝色的天雷犹如巨龙一般 在天空之中狂舞着 在某一瞬间 天地一阵摇晃 有一道蓝色的天雷 化为了一把蓝色巨剑 瞬间将天空给洞穿了 雷剑穿天 这等天地异象让孙万里等人也十分心惊 而此时沈风的左胳膊上 雷云图案之下 那把缭绕雷电的青色小剑 再逐渐蜕变成蓝色 第2868章三屏顶级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抬头望着天空之中 那巨大蓝色雷剑将天空洞穿的景象 犹如是末日要降临了一般 被洞穿的天空之内是无尽的漆黑空间 一种狂暴的混乱之力在从其中透出 沈风周身隐隐有电弧在弥漫 一道道入影若现的剑影 在他周围不停地闪现着 孙万里 赵凤怡和陆顶空等人 自然可以判断出 如今这等天地异象乃是沈风所形成的 虽然陆顶空和陆延赫等陆佳人 并不知道沈风左胳膊上的魂印天结剑 但是沈风吸收了那一副剑骨内的能量 他们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沈风在吸收了剑骨之后 就产生了如此天地异象 陆顶空等人可以猜出 沈风在那一副剑骨之中 绝对是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这让陆顶空等人更加的不甘心了 那剑骨是属于陆永浩的 可结果陆永浩不单单是被沈风给杀了 最终其体内的剑骨 竟然还让沈风获得了一份机缘 这简直是将陆佳的脸面打得稀巴烂 可陆顶空等人心里面畏惧中神庭的势力 如今孙万里百明了是站在沈风那一边的 眼下陆佳内接连死了神圆镜的强者 甚至连第一天才也死了 可以说现在的陆佳经不起折腾 陆顶空的目光看向了陆延赫等其余 几位老祖 他用传音说道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陆延赫随即用传音回答道 如今我们陆佳只能够暂时咽下这口气 寸万里保得住这小子一时 绝对保不住他一世的 等将来 我们陆佳肯定会有机会将这小子给诛杀的 陆顶空等其余陆佳长老 也赞同陆延赫的这番传音 他们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将身体内里的怒气强行压制了下去 而陆雨晴赵凤怡和王清月等人 在判断出此等天地异象来自于沈丰之后 他们当然是为沈丰而感到高兴的 今天沈丰和陆天琪的一战 最终他碾压了陆天琪 眼下和陆永浩的一战 依旧是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王清月等人回想着沈丰施展的种种招式 他们心里面十分的感叹 某一时刻 王清月和周冬雪等人想起了 之前沈丰和星云神殿店主的那一战 因为他们中途昏迷了过去 所以一直认为是先阴导的人救下了沈丰 可如今在看到拥有这般战力的沈丰之后 他们脑中开始猜测 当时沈丰极有可能是战胜了星云神殿的店主 后来星云神殿的太上长老出现 那先阴导的前辈才将沈丰给救下的 陆雨晴美眸内部满了光滑 他被池紧紧咬着嘴唇 在心里面暗自发誓 一定要紧紧地跟上沈丰哥哥的步伐 原本没有融合荒骨寒体的他 根本不敢有这种想法的 但如今他拥有了特殊属性的荒骨寒体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的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 陆雨晴知道将来哥哥肯定是要去往三重天的 他不想离得哥哥太远 所以他也要争取去往三重天之内 眼下沈丰自然不清楚周围那些人的想法 就算他知道也不会去多在意 他的神魂之力全部集中在了魂印天结剑之上 如今他可以万分地肯定 这剑骨就是天结剑需要的能量 之前天结剑之所以能够吸收剑牢 应该是那一朝万剑之牢 乃是陆永浩从剑骨内激发出来的 其中并没有用到陆永浩的能量 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激发者罢了 所以剑牢也算是剑骨的一部分纯粹能量 所以天结剑可以顺利将剑牢给吸收了 而后来在陆永浩身体内冒出的 那一把把可以无限延长的利剑虚影 其中虽说也有剑骨的威能存在 但同样夹杂了陆永浩自己的能量 这就不是纯粹的剑骨之力了 所以天结剑对此没有反应 在魂印天结剑的那把缭绕雷电的青色小剑 变成蓝色之后 沈丰自身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 他好像对剑道有了更深的领悟 或者可以说他的剑道天赋绝对是往上提升了不少 而且在吸收剑骨内能量的时候 沈丰隐隐对那一招万剑之劳有了更深的领悟 毕竟之前陆永浩让这一招施展出来 完全是靠着这一副剑骨 所以在吸收剑骨内能量的同时 沈丰能够有所领悟 这也并不是什么好奇怪的事情 他在脑中将领悟的玄妙 一遍又一遍的整合起来 沈丰再一次将普通状态的隐血剑拿了出来 他身上的锋利之翼再开始越来越恐怖 被他握在右手里的隐血剑 开始自主围颤了起来 没多久之后 整把隐血剑的周围空间 再荡漾起一层层密集的涟漪 忽然之间 从隐血剑之内 瞬间冲出了4500把骇人的黑色利剑 随后在沈丰面前形成了一个剑牢 之前 沈丰施展这一招只能够激发出1000把利剑 那威能只属于普通二品神通 如今形成的恐怖利剑抵达4500左右之后 这一招的威能绝对抵达了二品神通之中的顶峰 不远处的孙万里和赵凤仪等人看到这一幕 他们是不禁连连点头 至于陆顶空等陆家人 犹如是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不过 沈丰并没有停止下来 他继续再将那些感悟出来的玄妙 一遍遍整合得更加完美 某一时刻 这次 沈丰自行挥出了一剑 从隐血剑之内冲出了9000把骇人的恐怖利剑 最后这9000把利剑形成了一个密不透 沈丰的可怕剑牢 如今形成9000把利剑的这一招 绝对拥有了顶级三品神通的威能了 只差一步 这一招便能够跨入四品神通的范畴之内 眼下 这是沈丰能够整合和三物的极致了 他还是无法将万剑之牢彻底复刻出来 但能够形成9000把利剑 这也算是不错了 毕竟操控藤蔓的木魂术 虽然可以比你顶尖的三品神通 但这局限性有点大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藤蔓的 至于擎天翼拳也是有局限性的 当初和星陨神殿店主战斗的时候 因为沈丰的木气值够了 所以施展出的擎天翼拳 可以比你普通的三品神通 但这一次在怒气值不够的情况下 他施展的擎天翼拳只能够比你二品神通 所以对于沈丰而言 如今多了一种顶级的三品神通 这自然是一件喜事 形成9000把恐怖利剑的招式 不能叫做万剑之牢了 沈丰给其改了一个名字 他暂时把这一招称之为九千剑牢 第二千八百六十九章三大影将 陈小友 恭喜你三悟出了一种顶级三品神通 孙万里第一个笑着开口道 沈丰随手将隐血剑收入血红色戒指内后 道只是碰巧才将这一招提升到了三品神通 毕竟原先这一招抵达了四品神通的层次 孙万里对沈丰是越来越欣赏了 他道 小友 你不必太过谦虚 顶级的三品神通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算在整个中神庭之内 也才只有三门四品神通而已 放眼整个二重天之内 四品神通的数量极其的少 或许那些不太愿意和外界接触的天影视力内 也会有一些四品神通存在 除此之外 哪怕是二重天的顶级视力 其中拥有四品神通的也在少数 听到这番叙述之后 沈丰唯唯点了点头 看来在如今的二重天之内 四品神通绝对是无比珍贵的 他将目光看向了陆顶空等脸色阴沉到极点的陆家人 他道 我战胜了陆永浩 陆家内的两件下品圣宝 现在可以交给我了 文言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人怒得及喘粗气 陆家之内只有这两件圣宝 原本他们以为陆永浩必胜无疑的 所以才会拿出这两件圣宝来作为赌注 如今要让他们将这两件圣宝交到沈丰手里 这等于是在削弱陆家的底蕴 更何况沈丰还是陆家的仇人 陆家亲自将两件下品圣宝交给沈丰 这种羞辱感简直是要让陆顶空等人气得吐血 怎么陆家想要不信守沉默 沈丰嘲弄得注视着陆顶空等人 赵凤怡在一旁也说道陆顶空你们能要点脸皮吗 你们是陆家内的老祖 如今有这么多陆家人在场 你们身为老祖就是这么给陆家晚辈做榜样的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几位陆家老祖 真有一种要忍不住的感觉 他们想要不顾一切的动手 但仅存的一丝理智告诉他们 如若他们在这个时候动手 绝对会给陆家带来麻烦的 在压制了好一会怒火之后 陆顶空等几位老祖 相继从嘴巴里吐出一口气 陆顶空随手一挥 下品圣宝兵凤剑和天地狱 顿时飘荡到了沈丰的面前 沈丰随手将这两件圣宝 收入了血红色戒指内 准备等离开了陆家之后 再去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两件圣宝 之前陆家还说了 如若沈丰赢了陆永浩 那么还能够去陆家的藏宝库内 挑选走三样物品 就在他想要开口的时候 一道黑色的身影陡然之间出现在了这里 其应该是从陆家外面掠进来的 这道黑色身影的速度极快 其先只有陆顶空和孙万里等人有所察觉 此人身穿一袭黑色长袍 头上戴着兜帽 整张脸完全隐藏在了兜帽里 孙万里在这名黑袍人的衣袖边缘 看到了一只精致的蝎子刺绣 他的脸色微微产生了一些变化 身影随即来到了沈丰身旁 并且将沈丰给挡在了身后 同样周吉元在感受到黑袍人的气息之后 他第一时间给沈丰传音 说道沈小友 当初我前去清幻宗查看情况 就是此人拜托我的事情 他来自于中神庭之内 沈丰闻言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 当初为了沐与彤 沈丰顺便去了一趟清幻宗的 正好遇到了宋千流派出的人 在清幻宗耀武扬威 沈丰自然是帮沐与彤处理了麻烦 这样一来 宋千流派出的人死亡之后 确定其生死的法宝肯定会爆裂 这自然是会惊动宋千流 这名黑袍人乃是中神庭的庭主 安排在宋千流身边 负责保护宋千流的人 毕竟大家都以为宋千流乃是 剑之神传承的获得者 甚至宋千流已经得到上神庭庭主的关注 只要宋千流能够跨入神圆境 他便立马能够去往上神庭 并且得到上神庭的大力培养 这名黑袍人想要将来和宋千流一起去往上神庭 所以他对宋千流是极为的恭敬 当初宋千流派去清幻宗的人死亡之后 黑袍人用特殊的传讯之法 联系到了火魂殿的周吉元 只可惜最后周吉元和其孙女的性命 全都被沈丰掌控在了手里 之后 当时的周吉元只是随便敷衍地回复了一下黑袍人 他觉得自己已经还清人情了 毕竟为了此事 他和他孙女的性命都被沈丰给掌控了 但宋千流并不死心 黑袍人只能够联系到了冬域顶级势力百雷宗 让百雷宗出动了很多人去清幻宗附近查看情况 虽说最后百雷宗的最强老祖和其嫡系晚辈 找到了沈丰等人当时所在的地方 但最终他们死在了沈丰布置的明文阵内 不过 百雷宗的最强老祖被困明文阵内的时候 偷偷传讯给了黑袍人的 只是因为明文阵的原因 传讯的内容十分模糊 只有一张沈丰模模糊糊的脸 从这种传讯之中 宋千流自然判断不出 百雷宗的老祖是怎么死的 但是 他知道沈丰和五神阁有关 他猜测沈丰身边极有可能存在五神阁的强者 最后 宋千流派了这名黑袍人前来冬域 为的就是要急杀沈丰 冬域这么大 黑袍人想要找到沈丰 无疑是海底捞针 这陆家隐隐有冬域第一势力的意思 所以他最先想到了陆家 准备借用陆家的势力来调查沈丰的下落 刚才 在他来到东天城的时候 就发觉了陆家上空雷剑穿天的异象 所以他更加快速的赶到了陆家这里 此时 孙婉也已经来到了沈丰身旁 他传音说道 如今这家伙是亭主安排在宋千流身边的 他是专门负责宋千流安全的人 在中神庭之内 有一股神秘的势力 被称之为隐 这股势力内的人 平时神出鬼没的 他们只听从亭主的安排 而在隐之中 有三大隐将 他们可以算是隐这股势力的领导者 这三大隐将 分别是天地人 其中天隐将的战力最强 而人隐将的战力最弱 但哪怕是最弱的人隐将 其战力也绝对不容小觑的 眼前这位黑袍人便是三大隐将中的人隐将 其代号为天蝎 为人非常阴狠毒辣 第2870章别再是探我的底线 当初沈丰以丰无尘的身份 参加孙万里举行的中神庭弟子考核时 他便说过了自己和宋千流有过节的 至于在中神庭之内 宋千流曾经也确实提到过一个 觉醒了惊严圣体的小子 所以 孙万里在看到人隐将天蝎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他才会立马将沈丰挡在自己身后 毕竟如今天蝎一直留在宋千流的身边 照理来说 天蝎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前来东域内的 沈丰无法感觉出人隐将天蝎的修为 他对着孙万传音 问道 孙姑娘 这天蝎的修为在什么层次 孙万在听到沈丰的问话之后 他用传音回答道 尹这股势力内的人一向都极为神秘 更别说是三大尹将了 我曾经只见过两次人尹将天蝎 传闻之众 三大尹将的修为都在神圆进九层之内 而且三大尹将并不是中神庭培养出来的强者 据说是亭主亲自招揽到的强者 另外的帝尹将代号为天虎 而天尹将的代号为天虎 我听说三大尹将在加入中神庭之前 他们各自都会一种恐怖的四品神通 这三大尹将各自的四品神通 并不属于中神庭的 毕竟这是他们加入中神庭之前就学会的神通 亭主对三大尹将也十分不错 并没有让他们三个将各自的四品神通交出来 所说 这三大尹将绝对是极为可怕的人物 如今这天蝎说不一定是为你而来 在听到孙婉的这番叙述之后 沈丰对中神庭的三大尹将有了更多的了解 赵凤仪等人并不知道沈丰和宋千流之前的过节 也不清楚眼前出现的天蝎是什么人 但他们在看到孙婉里的动作和表情之后 他们可以隐隐地猜到情况不妙 人影将天蝎自然是注意到了孙婉里身后的沈丰 他之前在宋千流手里看到过沈丰的画像 况且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把沈丰的头颅带回去 所以他只是看了沈丰一眼 他便能够确定对方的身份了 正是踏破铁鞋无秘杵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看来我不用再去东狱的其他地方寻找了 人影将天蝎声音嘶哑地自语着 随后他的目光定格在了孙婉里的身上 道孙婉主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你身后的那小子是宋少要找的人 这次我便是来把他的头颅带到宋少面前去的 我想孙婉主不会阻拦吧 此话一出 赵凤怡和陆雨晴等人全都满脸怒火 他们的身影朝着沈丰靠近 而陆顶空和陆炎鹤等陆家老祖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因为影着古中神庭内的势力极为神秘 所以外面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 但陆顶空等人能够猜测出 这黑袍人肯定也是中神庭内的某位重要人物 其口中所说的宋少恐怕是中神庭内的恐怖天才 正所谓愚笨相争 鱼翁得利 在陆顶空等人看来 只要人影将天蝎对孙万里出手 那么他们说不一定可以浑水摸鱼一把 到时候孙万里死在陆家 也不关他们陆家的事情了 孙万里面色冰冷地说道 天蝎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直接听命于亭主的 而且你如今的任务是保护宋千流 并不是替宋千流出来杀人 这位神小有乃是我看重的女婿 你今天敢动手试试 我保证让你变成一只死蝎 中神庭内的某些人惧怕你们影 惧怕你们三大影将 但我孙万里并不怕 我身为中神庭藏宝阁的阁主 在中神庭内的地位总要比你天蝎高出一些的 宋千流如今只是被上神庭注意到了而已 她的未来还不确定 我劝你一句做好自己的本分知识就行了 没有人能够看清楚都冒里天蝎那张脸是什么表情 沉默了数秒之后 天蝎的嘶哑声音再度传出 小子如若你逝去一些 我可以让你少受一些痛苦 我保证你在死亡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我只需要将你的头颅带到宋少面前去 孙阁主确实在中神庭内有着不俗的地位 但他未必能够保得住你 老老实实地少受一些痛苦 对你来说乃是一件好事 面对天蝎的这番话 沈丰淡默地说道 你如此为宋千流做事 万一送千流到头来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岂不是很亏 我也劝你逝去一些 马上在我面前消失 否则你将会面临什么下场 这可就难说了 听到此话的陆顶空等人嗤之以鼻的 很明显这个叫天蝎的家伙 其战力和修为都要超越陆永浩很多的 沈丰绝对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战胜天蝎 那么他之所以敢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孙万里和赵凤仪 陆顶空等人可不会猜到 沈丰的底气来自于他自己身上 人影将天蝎在听到沈丰的这番话之后 他脚下的步子跨出 身上冒出了滚滚黑色旋气 孙万里见此 他的身影同样是动了 他直接朝着天蝎掠了过去 爆发出了一种极致的速度 天蝎右手掌拍出的瞬间 空气中顿时形成了一个个黑色的骷髅头 每一个骷髅头全部是猙獰无比 而且其中蕴含了一种诡异的能量波动 在场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修饰 在受到一个个黑色骷髅的影响之后 他们顿时犹如是傻子一般 甚至是有一种一体在从他们的裤脚里流出来 孙万里知道这是一种能够影响修饰精神层面的招式 他的双手之上被一层白色的圣光所笼罩 那些从骷髅头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在接近孙万里的时候 全部被他双手上的圣光给驱散了 他整个人掠过那些骷髅头的时候 双手连连探出 那一个个恐怖的骷髅头 在孙万里双手的圣光之下 顿时化为了虚无 天蝎见此 冷笑道 孙得主的四品神通圣光手 果然是名不虚传 孙万里在让那些骷髅头破灭之后 他对着天蝎 喝道 别再是探我的底线 我说了沈小友是我看中的女婿 第二千八百七十一张你取不走 站在沈丰身旁的孙万 已经多次听到自己父亲这么说了 他如今只是脸颊微微红了红 他认为父亲纯粹是为了保住沈丰 才再三说出这番话来的 同样沈丰和孙万的看法也差不多 任颖将天蝎面对孙万里说的这番话 他身上的气势变得更加汹涌 道 孙得主 我早就想要见识一下你的战力 今天正好趁此机会 我倒是想要和你切磋一番 说话之间 任颖将天蝎主动对孙万里展开了攻击 两人都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战力 派人的鱼泊不停扩散 促使周围很多修饰嘴巴里狂喷鲜血 任颖将踏空去往了天空之中 孙万里跟上了任颖将天蝎的速度 就算是以沈丰如今的能力 他也无法将天蝎和孙万里的战斗过程看得很清楚 他只是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两个人影在不停交手 砰 砰 砰 天空之中不断有沉闷的巨响声回荡 极为璀璨的光滑将整片天空 映衬的五彩斑斓 尽管天蝎和孙万里在天空之中战斗 但底下的人还是可以感觉到恐怖的压迫力 再不停地传递下来 天空中的那一大片空间处于扭曲之中 赵凤仪 陆顶空和陆炎和等神圆进九层的强者 自然是能够看清楚天空中的战斗 他们对于天蝎和孙万里的战力 内心是充满了惊叹的 这两个人不愧是来自于中神庭的 战力绝对不是一般的神圆进九层强者可以去比拟的 如今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一场战斗给吸引了 在赵凤仪和陆雨晴等人看来 人影将天蝎战时没有能力对沈丰动手了 只是当天空中的战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忽然之间沈丰脚底下的地面 渗透出了一股恐怖的弹性之力 除了沈丰以外 孙万和陆雨晴等人的身影 全都被这股力量给弹开了簇迷远 包括赵凤仪同样是脚下的步子退开了很多 唯有沈丰所站立的地方 好像是不受这股弹性之力所针对的 只是在赵凤仪等人皱眉疑惑之际 轰的一声 沈丰所站立的地面 陡然之间爆裂了开来 对此 沈丰瞬间踏空而起 然而 从地面之中冲出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蝎子 其应该是由某种能量所形成的 体长最起码有上百米 这只浑身黑色的巨大蝎子 张开着血盆大口 朝着踏空而起的沈丰冲去 而且从他嘴巴里爆发出了一种极致的吸力 沈丰的身体顿时不受控制 最终被吸入了那巨大蝎子的嘴巴里 那巨大蝎子继续在往上空中冲击 最后停顿在了半空之中 如此庞然大物挡在半空中 促使底下呈现在了一片阴影里 四品神通 这绝对是四品神通 赵凤仪眉头紧紧皱起 身影顿时朝着巨大的黑色蝎子掠去 而此时 孙万里和天蝎已经停止战斗 其中天蝎对着赵凤仪呵斥 道 你最好马上停下来 我这一招地蝎是天中蕴含的威能极为恐怖 如若我让这地蝎是天自曝 那么在场除了神缘近九层的强者能够活下去 恐怕其余人都很难撑过去的 赵凤仪听得此话之后 她的身影唯唯一顿 脸上布满了无比愤怒的神色 人影将天蝎对着脸色阴沉的孙万里 说道 其实在刚刚你为这小子出头的时候 我就已经悄悄地施展了地蝎是天 这一招非常的特殊 我可以提前将其施展在地面之下 并且让其锁定目标 等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这一招地蝎是天便会自主激发出来 孙阁主 你是不是很意外 终神庭内的人都知道我会一种 关于蝎子的四品神通 但除了庭主和另外两个影将之外 没有人知道我的四品神通到底是如何的 你也没想到我的四品神通地蝎是天 乃是从地面下发动攻击的吧 这小子的性命 我今天必须要取走 孙阁主 我看他非常不适合做你的女婿 在这巨大的蝎子体内 蕴含着恐怖的毁灭之力 我估计那小子已经是死了 只是在他想要感应一下 巨大蝎子体内的情况之时 一道冷恒恶声 忽然从恐怖蝎子的体内传出 紧接着 一道隐隐的龙笑声 从蝎子身体里传出 当龙笑声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轰的一声 一条巨大无比的血龙 从恐怖蝎子身体里冲出 这条血龙双眼之中也是一片红色 恐怖的龙威在天地间扩散 却龙狂舞 那害人无比的巨大蝎子消散之后 只见沈丰重新出现在了众人视线里 在他身旁多了一名苍老无比的老者 此人自然是第一股幻内的疯天狂 这一招血龙狂舞的威能不比四品神通弱 最重要疯天狂施展出的血龙狂舞 其中的威能绝对是超出了帝蝎是天很多的 整张脸隐藏的都帽里的天蝎 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包括孙万里 孙晚和陆顶空等人 同样陷入了一种震惊之中 当然周吉元和赵凤仪等人 曾经是见过疯天狂的 毕竟当初他们被血亡虫的虫后吞进肚子里之后 同样使疯天狂出来救了他们 他们对这位神秘老者的印象十分深刻 那条狂舞的巨大血龙在破灭了巨大蝎子之后 其体内的威能并没有消散 继续朝着人影将天蝎狂舞而去 天蝎再愣了一下之后 身影盾想要闪避 但那条血龙的速度太快了 他已经失去了躲避的最佳时机 在紧急关头 天蝎只能够手臂伸出 在周身凝聚了一层浑厚无比的防御层 只可惜 巨大血龙太过的恐怖了 在砰的一声响起之后 天蝎四周的防御层被破开了 噗哧噗哧两声 就连他伸出去的两条手臂 也被龙爪抓住之后 彻底化为了密集的血物 失去两条手臂的天蝎 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脚下的步子狂退 幸好巨大血龙内的威能也消耗完了 并没有继续去追击天蝎 而是逐渐在空气中消散了 站在沈丰身旁的疯天狂 居高临下的看向了失去手臂的天蝎 道这小家伙的性命 你取不走 第2872张焚血瞬移 身影暴退的人影将天蝎 落在了距离路顶空等人不远处的地方 他失去两条手臂的肩膀处 有温热的鲜血在不停喷涌出来 身体内功法催动的瞬间 喷涌出来的鲜血顿时止住了 人影将天蝎头上的兜帽掉落了下来 只见人影将天蝎乃是一个光头老者 其整张脸犹如是死尸一般苍白 此刻 他的脸上布满了猙獰之色 隐隐的痛苦在他眼眸里闪过 他完全没想到沈丰身边还有这么一位恐怖强者 他之前一直没有感觉到疯天狂的气息 难道说沈丰身上有某种可以装活人的空间法宝 可堂堂一位如此强大的神圆尽强者 又怎么会甘心一直停留在空间法宝内 沈丰低头看着地面上的天蝎 道我早就让你失去一些 立马从我眼前消失的 可你偏偏不听劝 如今落得失去两条手臂的下场 你是否满意了 天蝎在听到沈丰的话之后 他紧紧咬着牙齿 被一个素魂镜的小子这般嘲讽 他身体内的力气 简直是要将他吞噬了 但刚才封天狂可以如此轻松的破开地歇视天 这就证明了封天狂的战力恐怖无比 他知道自己想要在封天狂面前取走沈丰的性命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旁的鹿顶空等人心惊肉跳的看着这一幕 他们自然也能够感觉出封天狂的恐怖 不过这里是陆家的地盘 陆家内自然是有一些恐怖底牌存在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激发出底牌 完全是之前畏惧孙万里的身份 但如若封天狂敢对他们陆家动手 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去激发底牌 当初在星陨神殿的时候 第一古画内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因为星陨神殿内的某种东西 对天血族内的那一尊神像造成了影响 促使第一古画内的气灵都被镇压了 后来离开星陨神殿之后 这一切自然是恢复了 凤天狂看了眼沈丰之后 传音说道 之前我们天血族内的神像有了巨大反应 以后如若有机会的话 你还需要去哪里看看情况 说不一定我们可以知道那尊神像的更多秘密 对此 沈丰自然是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他和星陨神殿的仇已经结下 早晚有一天 他要和星陨神殿做出一根了断 凤天狂见沈丰点头之后 他在天空之中右脚跨出的刹那 整个人顿时朝着底下的天蝎掠去了 天蝎见此 他双脚之上凝聚了一层灵幻之力 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飘忽不定了起来 一旁的陆顶空等人的目光 很难捕捉到他的身影了 这是一种三品神通灵幻步 天蝎飘忽不定的身影在快速朝着陆家外面掠去 凤天狂在看到这一幕后 他右手臂直接展出 凤空展 周围顿时形成了狂暴无比的飓风 随后 飓风化为了巨大的风刃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朝着天蝎的方向展了下去 凤天狂早已经将临幻步给看透了 那巨大风刃所展的地方 正好是天蝎所出现之处 天蝎完全是来不及闪开了 面对背后逼近的恐怖风力之力 他只能够在周身凝聚防御的同时 尽可能地做出一些有效的闪避 刷的一声巨大风刃切开天蝎的防御 犹如是切豆腐一般 紧接着天蝎虽然避开了致命一击 但他的两条腿被风刃给切了下来 在失去两条腿之后 人影将天蝎顿时倒在了地面上 如今失去双臂和双腿的天蝎 喉咙里发出了沉闷的痛苦声 额头上抱起了一根根的青筋 孙万里看到人影将天蝎的这副模样之后 他喉咙里倒吸着冷气 经过刚才的对战 他可以大致判断出人影将的战力 可如今天蝎在这位神秘老者面前 犹如是蝎蝎一般弱小 这简直是让孙万里无法相信 陆顶空等陆家之人原本还想要浑水摸鱼 如今是根本没有机会了 陆家的底牌不能随便施展 万一孙万里最终逃了出去 陆家将遭受中神庭的残酷暴富 凤天狂看了眼沈丰 问道这家伙要如何处置 沈丰平淡地回答道直接送他上路 听得此话的凤天狂正准备对人影将天蝎动手 然而天蝎身上忽然血气暴涨 一层血红色的腰翼光芒从他身体内透出 下一秒钟他四周的空间一阵扭曲 他的身体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凤天狂见此 周梅说道瞬间转移 孙万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道这是焚血瞬移 我方才倒是忘了天蝎还会这一种秘法 焚血瞬移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焚烧完身体内一大半的血液 促使周围形成一种空间转移之力 施展出一招的修饰 可以瞬间转移出很长一段距离 不过这焚血瞬移的副作用极大 失去一大半血液 对于一般修饰来说 几乎是活不成了 但修炼了焚血瞬移的人 勉强可以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停顿了一下之后 孙万里继续说道 如今我们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天蝎 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不一定天蝎直接被瞬间转移到冬天城外了 如今他的双手双脚全都失去了 战力绝对是大幅度下降 况且焚血瞬移会促使他跌落不少修为的 陈小友 你如今是什么看法 是否要去达面积的寻找天蝎的下落 沈丰思索了片刻 他估计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天蝎的下落 而且天蝎并不是傻子 虽说其双手双脚都没有了 但他肯定还是有一些特殊能力的 天蝎要隐藏自己的气息 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这应该并不是难事 况且沈丰还想要尽快去往西域之内 他想要快些见到自己的三徒弟李星妍 最重要 丰天狂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外面 沈丰必须要尽快处理完陆家内的事情之后 第一时间去往西域之内 沈丰对着孙万里 说道暂时不去管天蝎了 随后他看向了陆顶空等陆家老祖 继续说道带陆吧 在你们藏宝库内选完三件物品之后 我要借用你们陆家的名文传送阵去西域了 第2873张天泉神水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陆家老祖 要么是和沈丰等人彻底死战 要么就是选择战时妥协 这次陆家已经损失惨重 陆顶空等人不想将陆家推入万丈深渊之中 陆顶空冷恒了一声之后 他走在前面为沈丰和孙万等人带路 封天狂沉默地跟着了沈丰身旁 谁也没有问起封天狂的身份 孙万里对着沈丰说道 沈小友 这次倒是挺巧 我和婉儿也要去西域一趟 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往西域之内 这次我们途径东天城 原本也是想要借助这里的名文传送阵去往西域的 对此沈丰自然不会有任何意见 一行人跟着陆顶空等陆家人抵达陆家宝库之后 其中陆家家主路静远 拿出了一把黑色的玉钥匙 而陆顶空则是拿出了一把白色的玉钥匙 在陆家藏宝库的大门上 有两个十分显眼的钥匙孔 这藏宝库不管是大门 还是四周的墙壁 又或者是屋顶 全都是用特殊材质打造而成 估计很多神员进九层的强者 也无法将陆家藏宝库给破开的 陆静远将黑色玉钥匙 放入了左边的钥匙孔 而陆顶空则是将白色的玉钥匙 放入了右边的钥匙孔 这两人同时转动了玉钥匙 伴随着卡卡卡的声音响起 陆家藏宝库的门被打开了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特质的货架 上面摆放着各种天才地宝 在陆顶空等人难看的脸色之中 沈丰他们走进了陆家藏宝库 这陆家的藏宝库 虽然无法和中神庭的藏宝库相比 但从这藏宝库内的宝物数量 也足够可以看出陆家的底蕴非凡 沈丰看向了孙婉 道孙姑娘 如若这里有你看中的物品 那么你可以选走一样 这次孙万里和孙婉再三出手帮忙 他自然是要做出一些回报的 随后 沈丰又看向了卫生 他和卫生之间并不是很熟悉 可这次卫生也鼎力相助 他原本想要让卫生也选一样自己喜欢的物品 但卫生直接拒绝 道 沈道友 你不用考虑我了 我们无量宗别的不多 最多的就是修炼资源 以及各种天才地宝 这陆家的藏宝库虽然算得上不错了 但我们无量宗的藏宝库 单单是面积就是陆家藏宝库的三倍 文言 沈丰也不再多说什么 他看得出卫生是在说实话 并不是因为客气所以才这么说的 他对着赵凤怡和陆雨晴等人 道 祖奶奶雨晴 你们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吧 说完 沈丰也在陆家的藏宝库内闲逛了起来 他原本不准备在这里挑选物品 想要将这份权利留给别人 他纯粹只是在这里随便走走 可当他走到陆家藏宝库的一处角落中时 他看到在角落之中摆放着一块人脸大小的石头 在这块石头的表面有一些特殊的花纹 看上去倒是非常的漂亮 沈丰将手掌按在了这块石头上 他仔细地感应了一番之后 脸上的表情微微产生了变化 陆顶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沈丰身后 道这就是你选的一件物品吗 既然已经选定了 那么你就不能反悔了 你如今将手掌按在了上面 谁知道你有没有吸收其中的能量 陆顶空说话的声音不低 很快便吸引了孙万里和赵凤仪等人前来 这块石头是很早之前陆炎鹤在一处遗迹之中获得的 虽然看似石头内好像有些玄妙存在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陆家始终无法从石头内感应到特殊之处 这次如若被沈丰他们挑选走三件珍贵无比的物品 这对于陆顶空等人来说自然是更加的怒火中烧 所以在看到沈丰将手掌按在这块石头上的时候 陆顶空就直接开口说话了 反正在他看来这块石头也只是一个积乐而已 赵凤仪陆雨晴和陆超凡原本也是陆家内的人 他们当然是知道这块石头的来历 其中赵凤仪说到 这块石头内虽然好像蕴含着能量 但修是根本无法将其中的能量抽取出来的 陆家到了如今也不知道这块石头到底有什么用 如今小枫只是伸出手感应一下 又没有对这块石头造成任何影响 一旁的陆炎和说道 这可说不一定 你认得这个曾孙可不一般 万一他能够获得这块石头内的好处呢 最后他将石头内的好处抽走了 留下一块废石在这里 他还能够另外选走三件物品 这不就等于被他选走四件物品了吗 赵凤仪想要继续辩驳 不过沈丰先一步开口了 既然你们想要这么急着送出这块石头 那么我就勉为其难选他了 希望你们陆家不要后悔 说话之间沈丰从写红色戒指内 拿出了一个小木桶 随后他在木桶内装了一些水 将这块石头放入了其中 过了十分钟之后 木桶内的水里 竟然在冒出一个个的小气泡来了 并且有一种神奇之力 开始充斥在原本普通的水里 沈丰平淡的说道 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乃是天泉神石 曾经这块天泉神石 应该是浸泡在了天泉神水的全眼附近 所以其中吸收了天泉神水的精华 只要将其放入普通的水中 天泉神石内的精华 会逐渐的释放出来 最终融入普通的水里 让普通的水变成天泉神水 这是他在荒谷药神的传承中 所得知的事情 毕竟天泉神水除了可以直接饮用外 还是炼至灵异的一种天才地宝 据说第一次饮用天泉神水 将会对塑魂镜的修饰 有着巨大无比的效果 甚至是神圆镜修饰第一次饮用 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收获 从前陆家根本没有将这块石头浸泡在水里过 他们只是反复地去感应其中的玄妙 到头来根本是一无所获 眼下陆顶空和陆炎鹤等人看着木桶内 普通的水再逐渐变成一种玄妙的水 虽然他们从前没有见过天泉神水 但他们清楚沈丰应该不是在湖边乱造 一时间陆顶空和陆炎喝着两个老家伙 有一种被人狠狠打脸的感觉 他们的脸色长得无比通红 要知道刚刚等于是他们强行 让沈丰选择这块天泉神石的 第二千八百七十四章接之大法 来自于天血族内的疯天狂 对于天泉神水并不陌生 他曾经是喝过天泉神水的 知道这种天才地宝乃是对修士大有益处的 不过就连他刚刚也没有看出那块石头有什么特殊的 如今疯天狂感应到木桶内水的变化之后 他笑着说道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这做人最好还是不要与你为敌 否则这遭受的打击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来 心脏不好的人绝对受不了 听得此话的陆顶空和陆炎鹤 真有一种药气的吐血的冲动 陆家在对待这块天泉神石上 等于是空有宝山不自知 沈丰在看到木桶内水的玄妙越来越浓之后 他将天泉神石拿了出来 随后 他将木桶和天泉神石全部收入了自己的血红色戒指内 我还真要多谢陆家的馈赠 有了这天泉神石之后 我等于是获得了大量的天泉神水 这能够助我在修炼意图上走得更快 沈丰笑着对陆顶空等人说道 陆顶空和陆炎鹤等人不想再多看沈丰一秒钟了 他们真怕自己会忍不住动手 快点将剩余两件物品选好 陆顶空袖袍一甩之后说道 沈丰如今也不想彻底和陆顶空等人生死拼杀 毕竟他也清楚陆家内存在底牌的 虽说沈丰身边有这么多强者 而且写红色戒指内也有底牌存在 但为了以防万一最好还是谨慎一些 如若这里不是陆家之内 那么他早就让封天狂对陆顶空等人动手了 接下来 孙婉在陆家宝库内选走了一本集为古仆的书籍 那本书籍应该是来自于荒谷时期 不过其中缺失了不少内容 但孙婉就是对其感兴趣 至于最后一个选择的权利 在经过一番相让之后 留给了陆雨晴 所以陆雨晴在陆家藏宝库内 选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其对修士的修炼提升有着巨大用处 这丫头纯粹是想要跟上沈丰的步伐 所以才选择这一株对修为有用的天才地宝 说到底在陆顶空等人看来 还是被沈丰选走的天拳神石最为珍贵 在选走了三件物品之后 沈丰跟着陆顶空等人来到了陆家府邸 深处的一片空地上 这次王清月和周冬雪等人也都要跟着沈丰一起去西域 毕竟他们留在冬域之内绝对不安全了 而吴亮宗的卫生就此和沈丰告别了 他之后还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处理 在他看来自己身为吴亮宗宗主的儿子 陆家如若要对他动手也必须要考虑清楚 魏道友这次的事情我记在心里了 以后如若有机会我一定去吴亮宗做客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或者你也可以先和我们一起去往西域 沈丰对着卫生传音说道 卫生同样用传音说道 沈道友你不必为我担心 我现在离开陆家之内 会尽快利用明文传颂 正远离东天城的 陆家绝对追不上我 你说的话我可记住了 将来你一定要去吴亮宗做客 我等你前来 在传音完毕之后 卫生对着沈丰等人拱了拱手 在三道别之后 他直接离开了陆家 而沈丰等人则是走进了明文传颂阵内 陆顶空和陆延和等人再也不想看到沈丰的这张脸 他们第一时间将明文传颂阵给开启了 在整个明文传颂阵上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之后 一阵空间传颂之力顿时弥漫了出来 很快沈丰 孙万里和赵凤怡等人 全部消失在了明文传颂阵内 陆顶空看着消失的沈丰等人 他嘴巴里是咬牙切齿的 他不停地深呼吸 然后慢慢地吐出 以此来平息内心的滚滚怒火 顶空老祖 这次的事情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 作为家主的陆敬远 在今天完全成为了配角 毕竟他在孙万里 赵凤怡和封天狂这等人物面前 根本是不够看的 一旁的陆延和干枯的手掌 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指尖陷入了掌心之内 隐隐有丝丝鲜血在流出来 他冷声说道 此次的事情 对于我们陆家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们东欲陆家 何曾如此憋屈过 要不是我们担心 孙万里背后的忠神庭 以我们陆家内的底牌 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性命全部留下 赵凤怡他们敢背叛陆家 早晚有一天 陆家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在陆延和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道森冷的声音在空气中扩散 说得好 陆家就是该有这样的觉悟 文言 陆延和和陆顶空等人一阵皱眉 当他们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时 只见 之前利用焚血顺移逃走的天蝎 竟然重新回到了陆家之内 而且他的手脚居然长出来了 这让陆顶空等人感到极为的不可思议 其实这人影将天蝎 会有一种接之大法 这是一种非常玄妙的秘术 失去手脚的修饰 可以将其余人身上的手脚斩下来 然后接在自己的身上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施斩接之大法的人 会越来越习惯接在自己身上的手脚 不过 在施斩接之大法的过程之中 修饰的修为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就连孙万里也并不知道人影将天蝎会接之大法 之前 人影将天蝎并没有转移到城外 而是被瞬间转移到了一条城内的阴暗巷子里 当时正好有修饰从巷子里经过 虽说天蝎的战力大幅度下降 而且还失去了手脚 但他毕竟是一名神员竞强者 从体内凝聚的各种气势 足以去杀死一些并不强的修饰 所以 在阴暗巷子里杀人之后 天蝎便施展了皆知大法 让自己最起码具备了行走的能力 人影将天蝎知道孙万里等人来搜寻他的几率不高 但他还是提高了警惕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也叫做灯下黑 天蝎小心翼翼的继续靠近了陆家 并且在陆家附近潜伏了下来 当他感觉到陆家内有传颂波动之后 他的神魂之力随即外放了出去 在他感觉不到沈丰等人的气息之时 他便第一时间掠进了陆家府邸内 第二千八百七十五张三股势力联手 如今人影将天蝎枣就重新戴上了东帽 将自己的整张脸隐藏在东帽里 对于他来说 今天简直犹如一场噩梦 他在中神庭之内 虽然地位没有孙万里高 但他好歹也是隐着古神秘势力的领导者之一 这次却被人斩了手脚 甚至最后只能够利用焚血瞬移逃走 这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憋屈 不过 每当他想到封天狂的战力时 他心里面会隐隐滋生恐惧 陆顶空和陆岩赫等陆家老祖 在人影将出现之后 他们便陷入了沉默之中 过了数十秒钟后 陆顶空才开口道 要不是我们担心中神庭对陆家动手 惊天狼狈逃走的绝对是孙万里他们 你也是中神庭内的人 只可惜你没有能够杀了孙万里 如若孙万里死在你手上 那么这就是你们中神庭内部的事情了 我们陆家在没有后顾之忧后 便能够直接对剩下的其他人动手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人影将天蝎在听得此话之后 他说道对于报仇这种事情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晚 他们利用你们陆家的名文 传送阵去往西域了 我们可以在西域之内对他们动手 一旁的陆岩赫冷声说道 你是想要借用我们陆家的力量来杀人 凭借你如今的状态 估计孙万里可以轻松将你秒杀 更别说那小杂种身边还有一位恐怖的强者 我们陆家可不会被你当枪使 你能够重新拥有手脚 我猜测应该是接上了别人的手脚 你想要适应这全新的手脚 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 不过我听说天泉神水除了可以饮用以外 如若修饰的身体浸泡在天泉神水之中 那么可以给身体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改善 甚至可以让你马上适应这全新的手脚 之前那小杂种在我们陆家藏宝库内 选走了一块天泉神石 那其中蕴含了天泉神水的恐怖精华 只要将其浸泡在普通的水里 用不了多长时间 普通的水就会变成天泉神水 尽管陆炎鹤等人在刚才沈丰说出那块石头的来历之前 完全没有见过天泉神水 也没有喝过天泉神水 但是他们在古籍上看到过天泉神水的介绍 所以陆炎鹤说的这番话 完全是有依据可查的 听得此话的人影将天蝎 道此时当真 那小子真的从你们陆家 选走了一块天泉神石 很明显 人影将天蝎也知道天泉神水和天泉神石的 陆炎鹤点头道 这种事情我们没必要骗你 我想对你而言 你更想要尽快地杀了那小子 将其手里的天泉神石夺过来 以身为中神庭内的人 手里肯定是掌握了不少的人脉 这次我们可以合作 但必须要你出更多的力 文言 人影将天蝎陷入了深思之中 就在这时 陆家内的一名长老来到了这里 恭敬地说道 各位老祖 星陨神殿的太上长老来我们陆家了 陆炎鹤等人文言 他们眉头皱了皱 不明白星陨神殿的太上长老前来陆家做什么 不过 星陨神殿也是东域内的顶级势力 于是 陆顶空随口说道 你去将他带入会客厅内 我们随后便去会客厅 在得到老祖的命令之后 那名陆家长老便离开了 陆炎鹤对着天蝎 道 此事不及的 你可以慢慢考虑 然后 陆顶空和陆炎鹤等一行人 便朝着陆家的会客厅走去了 当他们来到会客厅的时候 只见星陨神殿内的杨通元 已经坐在了会客厅内的椅子上 之前 沈丰在星陨神殿 让店主杨月琪的丹田碎裂 当初在要事的时候 他还费了杨月琪的儿子杨成 杨通元作为杨月琪和杨成的嫡系老祖 原本是绝对不会放沈丰离开的 只是面对仙樱岛的苏元 他不得不暂时选择妥协 因为听说了 朱家手里掌握了可以恢复丹田的灵异 所以杨通元带着杨月琪和杨成 找到了朱无双和杜博等人 最终 杨通元在杜博的攻击之下 利用空间法宝狼狈地逃走 而杨月琪和杨成则是死在了朱家人的手里 虽然杨通元逃出来了 但在杜博的攻击下 他的丹田同样是有些碎裂的趋势 不过 眼下他在用了一些特殊手段之后 他的修为和战力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如今他利用星陨神殿的消息网 一直在打听那位帮助家炼制灵异的炼心师 杨通元心里面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他听说了被沈丰救走的王清月是来自于东天城王家的 所以他前来东天城碰碰运气 这东天城是陆家的地盘 前来这里之后 他当然先要来一趟陆家 原来是通元兄 不知这次前来陆家 你有什么事情吗 陆顶空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到了正常之中 杨通元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星陨神殿内出现了叛徒 乃是东天城王家内的人 这次我正好途径这里 所以才亲自来处理此事 一旁的陆家家主陆敬远 听得此话之后 他知道王家内的王清月和王福州 原本乃是星陨神殿的弟子 这对姐弟是和沈丰一起回东天城的 陆敬远随即说道 杨前辈 不知你是否知道一个小子 他应该是和你们星陨神殿的叛徒在一起的 杨通元听得此话 他再愣了一下之后 从魂界之内拿出了一幅沈丰的画像 道你说的可是此人 最近他还在让星陨神殿的消息 网寻找沈丰的下落 所以让人画了不少沈丰的画像出来 陆敬远和陆颜鹤等人看到这幅画像的瞬间 他们身体里的怒火忍不住再一次生疼了起来 杨前辈 看来这小杂种也得罪了你们星陨神殿 要不然你不会将他的画像带在身上 陆敬远双眸中怒火汹涌地说道 杨通元在听到小杂种这个称呼之后 他随即明白了沈丰也得罪了陆家 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他随即说道 这个杂种确实得罪了我们星陨神殿 我如今恨不得将他给错骨杨辉 一直在会客厅外的人影江天蝎 他感应到了会客厅内发生的事情 他随即走了进去 冷笑道 看来我们三股势力可以联手起来对付那小子 第二千八百七十六张进摩地 杨通元在看到天蝎走进会客厅之后 他脸上不禁浮现了疑惑之色 道 鼎空兄 这位是 陆鼎空觉得这次人影江天蝎的提议不错 如若他们三方一起联手合作 那么各自最终的消耗肯定会更加的小 于是 他便对着杨通元 介绍道 这位乃是中神庭内的神圆竞强者 他这次来冬域之内 便是要取走那小杂种的性命 只可惜 期间发生了太多的意外 我们陆家内也出现了叛徒 他们选择站到了那小杂种的身边 在有中神庭藏宝阁的阁主孙万里 同样是十分看重那小杂种 文言 杨通元从中判断出 这陆家应该是已经和沈丰产生过冲突了 只是他没想到沈丰还会和中神庭的孙万里扯上关系 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天隐势力祝家 不过 他没打算将祝家的事情说出来 这样只会让陆家有更多的忧虑 再说 祝家没有钱去攻打他们星陨神殿 这就意味着祝家放任此事发生 上回是他们不知死活的找上了祝家 所以才被祝家那般的碾压 杨通元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他的目光看向了天蝎 道不知这位朋友在中神庭内是什么身份 人影将天蝎冷声说道 虽然我在中神庭内的地位 或许是不如孙万里的 但我直接听命于中神庭的庭主 而且我手里掌握了一股隐秘的势力 我在中神庭内绝对算是庭主的嫡系成员 杨通元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他对此非常的满意 尽管孙万里绝对不好惹 但看来这天蝎也确实在中神庭有一定地位的 既然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对付那小杂种的事情了 杨通元说道 一旁的鹿顶空开口道 如今孙万里和那小杂种等人去往了西域之内 我们只能够在西域内对他们动手 而且最好是找一个隐秘一些的地方 我可以亲自去一趟西域之内 不过那小杂种身边是有强者存在的 光光我一个人的战力 根本无法取走那杂种的性命 在鹿顶空看来 鹿炎鹤等其余鹿家的老祖 必须要留在鹿家内坐镇 他作为鹿家内最强的老祖 他亲自去西域之内 应该是能够让天蝎和杨通元没话说了 杨通元闻言 随即说道 顶空兄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西域之内 而且我认识一些魔道中的人 到时候 我可以联系一些魔道中的强者 一起对那小杂种身边的人动手 天蝎也说道 我自然也是要去西域的 在西域魔道之中 有一个专门培养杀手的势力 只要给出足够的价钱 他们甚至是连神圆进九层的强者也敢去暗杀 我会负责和那个魔道实力联络 只不过最后我所花费的价钱 必须要我们三方一起承担 杨通元和陆顶空几乎是一口同声的说道 这是自然 随后陆顶空又说道 我们陆家在西域之内有一个分支 只是那个分支 如今不太听我们嫡系一抹的使唤了 这次孙万里等人被传送到的地方 便是我们陆家分支的所在 我们可以先做起准备来 等于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我们再借助明文传送阵去往西域之内 对于陆顶空的提议 杨通元和天蝎都没有反对 与此同时 早在之前天蝎进入陆家的时候 西域某处复底的一片空地之上 伴随着有光芒在空地上闪耀起来 沈丰和孙万里等一行人出现在了这里 在之前被传送的瞬间 沈丰已经让封天狂回到了第一谷话内 孙万里和赵凤仪等人如今看到封天狂消失了 他们全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去多问 赵凤仪对着沈丰说道 小丰这里是陆家的一个分支所在 曾经这个分支内的领导者 被陆顶空打压了一番 最后被派遣到了西域内抵御魔道 如今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 乃是西域内的禁魔地 这里有不少二重天的势力分支 所谓禁魔地 就是这片区域内禁止魔道修饰出现 凡是敢踏入禁魔地的魔道修饰 全都会被这里的正道势力给诛杀 在赵凤仪说话之间 有不少人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为首的乃是一名头发和胡子都发白的老者 原本他是冷着一张脸的 但在他看到赵凤仪之后 他脸上的冰冷消失了 带着疑惑 问道 凤仪你怎么会来西域进魔地 此人便是曾经被陆顶空打压的人 他名叫陆定良 如今身上的气息也处于神圆禁九层之内了 曾经他被打压的时候 赵凤仪帮他说过话 甚至是给过他不少的帮助 可以说 在如今的陆家之内 陆定良只对赵凤仪有感激和好感存在 赵凤仪和陆定良算是同一辈的人 眼下赵凤仪见陆定良对自己的态度没变 他苦笑道 此事说来话长 你这些年在禁魔地这里还好吗 当年陆家嫡系一脉请你回去成为老祖的 只是你根本不愿意回去 听得此话 陆定良坚定地说道 我这辈子是不会再踏入陆家了 我留在禁魔地维持着这个属于我的陆家也很好 如若凤仪你是来劝我去陆家内的 那么你可以不用开口了 赵凤仪叹了口气 道我不是来劝说的 我如今和陆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已经退出了陆家 甚至和陆家彻底翻脸了 如若陆定空他们有机会的话 那么肯定会毫不留情地将我击杀 陆定良文言 再愣了一下之后 他看得出赵凤仪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 在砰砰砰的声音响起之际 这里的一个明文传送证直接被他给毁了 可以说这里的明文传送证 乃是联通着陆家内的那个明文传送证的 如若这里的明文传送证被毁了 那么陆家那边的明文传送证 就无法把人传送到这里来 凤仪退出陆家是好事 既然如此 我也要退出陆家 我们这个分支的所有人 全都要退出陆家 从今往后 我们静摩地陆家和冬裕陆家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陆定良笑着说道 第2877张破镜之花 可以说 这陆定良对赵凤仪非常的信任 完全没有去问赵凤仪在陆家遭遇了什么 甚至没有去问沈丰等人的身份 他在静摩地陆家内 选出了几个邻近的院落 安排赵凤仪等人暂时在院落里住下 近些日子西域之内有些不太平 静摩地陆家的家主 正在和静摩地内的其他势力商议事情 所以其目前并不在府邸内 而陆定良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新自将赵凤仪等人安排住下之后 他便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每一个院落之中都有数个房间 沈丰 孙万里和赵凤仪等人在同一个院落之内 当初在星陨神殿内的时候 沈丰轻耳从星陨神殿的殿主口中得知 李星炎身体内早就被一种恐怖的能量吞噬 这种恐怖的吞噬能量 乃是从前星陨神殿的殿主 放入李星炎服用的灵异之中的 星陨神殿的殿主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将来李星炎崛起之后 可以牢牢的掌控住他 如今那种吞噬能量肯定在李星炎身体内爆发了 青芒宝衣可以排除修饰体内的各种侵蚀之力 可是如若李星炎体内的吞噬能量 已经完全和他的身体融在一起 那么估计就连青芒宝衣也很难去将那种吞噬能量排出去 必须要让青芒宝衣感觉出修饰体内 有不属于其本身的侵蚀之力 这样青芒宝衣才会激发出作用 假如那种吞噬能量真的和李星炎融为一体了 那么青芒宝衣有可能无法感应到的 但无论如何 沈丰都先要用青芒宝衣去试一试 他对着赵凤衣 说道 祖奶奶 我有一个徒弟在西域之内 他身体内被一种吞噬能量占据了 我不等沈丰说完 赵凤衣便说道 小丰 青芒宝衣原本就是属于你的 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用 你都可以尽管拿去 李那位徒弟在西域的什么地方 沈丰回答道 他在西域的五摩谷内 我接下来必须要去一趟五摩谷 至于这青芒宝衣 我已经送给祖奶奶你了 这次当做是我向祖奶奶你借的 毕竟我送出去的东西 绝对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经过多次的相处 赵凤衣知道沈丰的性格非常直傲 他也没在青芒宝衣的事情上多说什么 他提议道 小丰 不如你明天再去五摩谷 这近摩地距离五摩谷有很长路程的 哪怕是你全力赶路 估计也需要花去二十多天的时间 说不一定 这近摩地内有什么捷径 或者是明文传送阵之类的 到时候可以省去不少时间的 我陪你一起去一趟五摩谷 定量应该是去处理一些事情的 等他回来之后 我第一时间帮你去问一下 经历了陆家内的连续战斗 你也需要休息一下 沈丰知道赵凤衣说的不错 就算他现在急匆匆的去赶路 也需要二十多天才能够抵达五摩谷的势力范围 倒不如问一问 近摩地路加 说不一定真的有什么捷径存在的 在战时有了决定之后 沈丰将目光看向了孙万里 道孙前辈 你和孙姑娘有什么打算 孙万里回答道 这次我何万人前来西域 乃是为了进入虚城之内的 当初陆雨烟和陆雨霜 就是被困虚城内 多亏了赵凤衣及时赶到 才将他们两个给救出来的 但赵凤衣也为此被诡异之力侵蚀 好在如今有了青芒宝衣之后 诡异的侵蚀之力被排出来了 传说之中 虚城这座废弃的城池 曾经是荒谷时期一座极为繁华的修士城池 因为某种原因 这座城池内的人 在某一时刻 全部统一时间死亡 所以 这虚城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座死城 其中的某些危险之处 哪怕是神圆进九层的强者 也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活命 沈丰当初在卫生的传音之中 对这座虚城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道 孙前辈 你们去虚城做什么 转而 他看向了赵凤仪 继续道 祖奶奶曾经进入过虚城的 其中的危险性绝对很恐怖 赵凤仪看到沈丰的目光之后 他道 虚城光光是面积就有东天城的十倍左右 可以说 这座城池乃是二重天内 如今面积最大的一座城池 当初我被一种黑色云雾追踪 那云雾好像有着自己的意识一般 我体内原本诡异的侵蚀之力便是从那云雾上扩散出来的 在我逃出虚城之后 那黑色云雾才没有继续追出来 在那期间 我有好多次都差点被黑色云雾直接吞噬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孙万里 道 我想孙道友 曾经也进入过虚城的吧 李如若要带着自己的女儿进入其中历练 那么真的要小心才是 孙万从前并没有去过虚城 但孙万里之前多次进入过虚城的 可以说他的运气还算不错 从前那么多次在虚城内 他遇到的危险都是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所以他每次都能够从虚城内平安出来 孙万里知道赵凤仪是好心提醒 他道 如若没有必要 我也不想带着婉仁进入虚城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虚城内的破镜之花 这是一种能够让神圆境修饰突破瓶颈的天才地宝 婉儿的体质很特殊 如今只有破镜之花才能够让它冲破瓶颈 当年我十分幸运的 在虚城内获得了一朵破镜之花的 但这破镜之花在采摘下来之后 必须要第一时间去服用 否则其中的效果会快速的流失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婉仁进入虚城内的原因 沈丰见孙万里并没有详细说起孙万是一种什么体质 他倒也不好去多问 这毕竟是别人的隐私 不过 他对破镜之花倒也挺感兴趣的 孙万里见沈丰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又说道 沈小友 明天我也可以先陪你去一趟五摩谷 那虚城距离五摩谷并不是很远 按照沈小友你的速度前行的话 估计也只有两天左右的路程 第二千八百七十八张内藏世界 在确定了一些事情之后 沈丰 孙万里和赵凤仪等人 各自挑选了一个房间 将房门关好的沈丰 直接进入了第一股画内 他首先出现在了气灵流气所居住的雅致山洞内 流气见沈丰出现在这里 他说道 小家伙 你修为提升的速度确实惊人 只是到现在为止 你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样能够修复这幅画的材料 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毕竟这幅画恢复的越多 对你的好处自然是越大的 停顿了一下之后 他继续说道 上次天写族内的神像异常 绝对是外面的某种东西 影响到了天写族内的那尊神像 如今我对那尊神像也十分好奇 你和封家那丫头在那尊神像的力量下 互相缔结了婚约 这在未来也不知是福 还是或 如若这幅画能够修复一些 那么上次神像的力量根本无法压制我 小家伙 你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 继续努力吧 等将来这幅画修复到一定的程度 我就能够脱离画中世界 直接在外面帮你一起对敌了 沈丰也十分期待流气能够帮他一起对敌 地战的那一天 可第一古画曾经乃是一件神宝 这修复第一古画的材料 自然每一样都是无比罕见的存在 哪怕是想要随便找到其中的一样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沈丰苦笑道 留熟 之后我会更加用心去寻找 修复第一古画的天才地宝 刘气点了点头 道去吧 我知道你要去天写族内 沈丰没有继续和刘气聊天 在离开山洞之后 他脑中念头一动 身影便出现在了第一古画内的 风家府邸门口 他作为第一古画的主人 在这画中世界 他自然可以做到 一个念头就抵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风思云正好站在了风家府邸的门口 他美眸里的目光停留在了沈丰的身上 在之前风天狂从外面的世界回到第一古画后 封思云就知道沈丰之后有可能会进入这里 所以他一直在门口等候 如今在看到沈丰之后 风思云嘴角浮现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身处风家前院内的风天狂 风王和风亦虽说没有在外面 但他们可以清楚地感应到外面的场景 其中风王摇头叹气 道 这丫头看来是真的在慢慢喜欢上这小子了 转而 他又说道 为什么不是这小子先喜欢上思云 如今这种形式 思云就失去了主动权 风亦在一旁笑道 现在我不求什么 只希望那小子可以快先喊我一声岳父 在风王等人闲聊的时候 风家府邸外 沈丰犹豫了一下之后 问道你是在等我吗 嗯 风思云点了点头 直接承认了下来 他不是那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如今沈丰对于风思云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不过 他十分清楚风思云的那一颗决心 进去吧 别站在门外了 风思云对着沈丰说道 随后 两人一起走进了风家府邸 在他们来到前院之后 风王笑着说道 小友 你今后要多进入画中世界陪陪思云才对 不能只知道在外面修炼 见到沈丰本人之后 风王十分客气地称呼沈丰为小友了 对此沈丰只能够笑着应付过去 他将目光看向了那一增威严神像 当初沈丰修为提升到速魂境六层的时候 风思云的修为也跨入了神圆境六层之内 这次沈丰只是突破到速魂境七层之内 虽说风思云也因此获得了好处 但没有能够跟着马上突破修为 毕竟沈丰的修为要比风思云低 他是要连续突破 风思云才能够跟着获得突破 而风思云如若自主突破一个层次 那么沈丰因为修为比风思云低 他每一次获得的好处都是十分巨大的 如今风思云处于神圆境六层的巅峰之内 应该只差一步就可以跨入神圆境七层了 风王等人见沈丰的目光看向了那尊神像 他们也随即把目光转移了过去 沈丰脚下的步子跨出 来到了那一尊威严神像面前 风思云则是跟在了沈丰的身边 小友在如今的天血族内 只有你和思云被这尊神像避结了婚约 想要找出这尊神像的秘密 只能够靠你们两人了 风王开口说道 沈丰将神魂之力外放了出来 逐渐的笼罩在了那尊威严神像的身上 风思云作为沈丰的婚约者 他同样是外放出了自己的神魂之力 也笼罩在了神像的身上 而风王 风亦和风天狂的目光 则是集中在了沈丰和风思云的身上 起先 沈丰和风思云感觉不出这尊神像 如今有什么特殊之处 就在沈丰和风思云想要收回神魂之力的时候 忽然之间 那尊威严的神像颤动了一下 紧接着 在沈丰和风思云的四周 顿时有一种空间之力扭曲 随后 沈丰和风思云便消失在了风天狂等人的视线里 这等空间之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别说是沈丰和风思云了 就连风天狂等人也没有反应过来 数秒之后 风王皱眉道 这是怎么回事 沈小友和思云去哪里了 初画之间 他走到了神像面前 仔细地去感应着那尊神像的变化 片刻后 他没有感觉出任何一丝古怪的地方 一旁的风天狂和风亦同样是在感应那一尊神像 他们三个人互相对视之后 各自无奈地摇了摇头 风天狂说道 从前就算有人被这尊神像缔结了婚约 也没有人被这尊神像传送到其他地方去的 如今很明显 沈小友和思云被神像的空间之力 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想这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极有可能是一份机缘 与此同时 某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 沈风和风思云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已经待至了好一会 可以肯定这里百分之百不是第一古画内的世界 难道说是神像内部藏有一个独立的世界 他们是被吸入神像内部的世界中了 第二千八百七十九张杀布丸 微风将地面上的草吹弯了腰 这个世界的空气十分清新 吸入肺里有一种极度舒适的感觉 沈风和风思云同时闭眼感应了一番 大约一分钟之后 他们又心有灵犀的同时睁开了眼睛 再看向对方到时候 他们同时开口 你 然后 他们又接着同时说道 你先说 如此神同步 而且是在这种单独的环境之下 促使他们两个有些尴尬 沈风呼出一口气之后 道还是你先说吧 风思云被齿不禁咬了一下嘴唇后 说道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那么我们先四处去看看 站在这里也找不到离开的出口 沈风点头赞同道 好 于是 这一男一女便在茫茫草原上踏空而行了起来 在他们爆发出速度飞行之下 足足过了六个小时 他们才离开这片草原 进入他们视线里的是一片茂密无比的森林 这里天地间的玄器 都要比二虫天内浓郁很多倍的 可到了如今 在这该死的地方 连一只活的虫子都没有看到 这让沈风和风思云都感觉到十分的诡异 整个世界十分的安静 除了沈风和风思云的呼吸和心跳声以外 就只有吹过的细微风声 以及花草树木被风吹了之后发出的声音 要进入那片森林内吗 风思云对着问道 虽然他的修为比沈风高 但他摆端正了自己身为未婚妻的姿态 任何事情都要征求沈风的同意 沈风回答道 我们现在只能够进入森林内找一找蛛丝马迹了 说话之间 他率先朝着森林之内走去 让风思云跟在他的身后 两人在进入森林之后 里面有树叶的沙沙声 但根本没有任何虫鸣鸟叫 沈风对着风思云 说道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些 话音落下 他将神魂之力极致外放了出去 一边继续往前行走 一边感应着周围的每一丝动静 过了三个小时左右 沈风和风思云来到了森林内的一片沼泽前 这片沼泽的面积非常的大 当然最诡异的事情 并不是这片沼泽 而是在这片沼泽上树立着一块块的墓碑 难道说这片沼泽是墓地 谁会将自己的尸体埋在这种地方 沈风和风思云的眉头同时皱了起来 在如此连一只虫子也没有的地方 沈风看到了在一片沼泽内 树立着一块块的墓碑 这简直是怪异到了极点 沈风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他道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只是在他们想要回头的时候 他们看到自己身后的地面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也完全变成了一片沼泽 明明刚才他们一路走来全都是土地的 而且他们身后出现的沼泽之内 也在冒出一块块的墓碑 眼下他们两个的四周 全部被树立着墓碑的沼泽覆盖了 只有以他们为中心的十米范围内 是正常的土地了 不过对于沈风和风思云而言 四周被沼泽包围并不算什么 不管这片沼泽内有这么什么诡异 他们能够直接遇空飞过去的 然而这次在沈风和风思云踏空而起 刚刚脱离正常的地面上方 进入沼泽地上方的时候 就有一种恐怖的推力 集中在了沈风和风思云的身上 哪怕他们爆发出全力 也无法对抗这种推力 于是乎沈风和风思云只能够重新回到被沼泽包围的地面上 这是怎么回事 沼泽地上空中的推力 恐怕神员近九层强者也难以去对抗的 难道我们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风思云柳眉皱的紧了几分 在他说话之间 从四周的沼泽之内 再开始冒出一个个密集的气泡 随着这些气泡冒出的越来越多 空气中响起了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 沈风和风思云看到从每一块墓碑前的沼泽内 都在开始冒出一颗被沼泥包裹的头颅 随着一颗颗头颅冒出来之后 这些诡异之人的身体也在冒出来 他们全身都被沼泥包裹住了 他们可以在沼泽之上轻松行走 根本不会陷入沼泽之内 隐隐有乌乌叶烟的声音 从他们喉咙里发出 沈风和风思云无法判断出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生物 难道是修士死后失变了吗 从每一个沼泽怪人身上 全都爆发出了神圆进一层的气势 甚至他们对沈风和风思云产生了浓郁的杀意 见此 沈风说道 看来我们必须要先解决这些沼泽怪人了 风思云自然是点头同意 他直接施展了隔空攻击的神通 当璀璨的光芒冲击出去的时候 他瞬间让十个神圆进一层的沼泽怪人身体支离破碎了 沈风当然也没有闲着 他只是施展了顶级一品神通炎龙焚空 伴随着两条火焰巨龙的席卷 他一口气同样解决了十个神圆进一层的沼泽怪人 随后 沈风和风思云不停的施展招式 促五分钟之后 神圆进一层的沼泽怪人全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 可紧接着又从沼泽之内 冒出了一大批神圆进二层的沼泽怪人 见此 沈风和风思云根本没有太多犹豫的时间 他们继续展开了攻击 虽然他们两个的战力很强 但如若一直这么消耗下去 他们早晚会消耗完体内的玄器 这些从沼泽内冒出来的沼泽怪人 该不会是永无止境的吧 又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沈风和风思云将这一大批神圆 神圆进二层的沼泽怪人给清扫了 这一次 他们横扫的速度果然是变慢了 就像普通人扫垃圾扫多了还会累呢 不等沈风和风思云缓一口气 果然从沼泽内再一次冒出了一个个的沼泽怪人 这一次沼泽怪人的气息全部在神圆进三层 按照这种规律下去 他们遇到的沼泽怪人会越来越强 到时候他们可就真的危险了 之前沈风在进入这片世界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无法沟通血红色戒指 也完全沟通不到第一股化了 可以说 如今沈风和风思云只能够在这里杀光一波又一波的沼泽怪人 但问题是这些沼泽怪人好像根本杀不完 第二千八百八十张互相靠近的星 随着时间匆匆流逝 沈风和风思云身体内的玄气快速地消耗着 他们竭尽全力地接连击垮一个个沼泽怪人 起先神圆近一层二层和三层的沼泽怪人 虽然拥有着神圆近的气势 但他们根本不会任何防御和战绩之类的 所以这些神圆近一层二层和三层的沼泽怪人 就连普通的神圆近一层二层和三层修饰都不如 这是沈风和风思云能够如此接连横扫的原因所在 但如今当沼泽内在冒出一批神圆近四层的沼泽怪人之后 每一块墓碑上都在散发出星星点点的光芒 紧接着 当这些光芒没入一个个沼泽怪人身体内之后 包裹他们全身的沼泥瞬间变成了防御力惊人的盔甲 在沈风和风思云继续用一品神通攻击的时候 他们所爆发出的战力 竟然无法破开一个个沼泽怪人身上的沼泥盔甲了 眼下 沈风的那颗金色丹田早已自主开启 如若他施展一品以上的神通 那么体内的玄气会消耗的更加快速 到时候 当玄气枯竭之时 就是他和风思云的死骑了 不过 幸好这些神圆近四层的沼泽怪人 虽然防御力变强了 但他们依旧不会施展战技和神通的 这让风思云和沈风有了逐个急迫的机会 如今沈风将大成的金炎圣体给激发了出来 他爆发出了自己极致的速度 进入金炎圣体的状态后 哪怕是施展一品神通 其攻击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他可以将沼泽怪人身上的沼泥盔甲给轰破了 沈风和风思云身上再不停的冒出汗水 他们嘴巴和鼻子里的气息开始变得有些紊乱了起来 这一次那些神圆近四层的沼泽怪人还没有完全被横扫 在那沼泽之内又再冒出神圆近五层的沼泽怪人了 这神圆近五层的沼泽怪人身上的沼泥盔甲变得更加恐怖 甚至他们会一些简单的战技攻击了 沈风和风思云要对付那些神圆近四层的沼泽怪人 还要去躲避那些神圆近五层沼泽怪人的隔空攻击 同时沈风和风思云上方的天空变得无比的昏沉 一根根如密集雨点一般的利剑在天空之中快速凝聚了出来 一时间一种恐怖的穿透之力在天空之中蓄势待发 沈风和风思云感觉到天空中的变化之后 他们两个能够清楚地判断出天空中每一根利剑里 全都蕴含着一种毁灭性的穿透力 甚至他们也没把握去挡下任何一根利剑 而且如此多的恐怖利剑 一旦全部往下面冲击而来 他们几乎百分之百会变成刺猬 与此同时 在风思云脑中响起了一道淡漠的声音 你想活着吗 你和他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 你如今只要杀了他 最后活下来的人就是你 不仅如此 你还能够获得这里的传承 你的未来将会变得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这个选择对你来说并不困难的 你的修为在他之上 而且他如今对你没有防备 你想要取走他的性命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个在风思云脑中响起的声音 带有某种奇妙的蛊惑之力 有那么一瞬间 风思云确实迷失了心智 但他马上又恢复了清醒 内心变得更加的坚定了 从他的美眸里闪过了一丝决然之色 这次如若我死了 你最后活了下去 你能够亲手埋葬我 并且承认我是你的妻子吗 风思云一边对抗那些沼泽怪人 一边对着沈丰说了这么一句 沈丰脑中并没有任何奇怪的声音响起 他觉得风思云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而眼下从沼泽内冒出的沼泽怪人 越来越迅速 有神员近六层 七层八层和九层的沼泽怪人 在同时冒出来 风思云见此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没有继续等沈丰回答 身影直掠了出去 进入了神员近七层八层和九层的 沼泽怪人的人群之中 纵使他的战力无比恐怖 但他的修为也只是神员近六层而已 况且他现在一心求死 想要把活下来的机会留给沈丰 所以 只是数秒钟的时间 风思云身上便鲜血淋漓了起来 待到沈丰反应过来 想要去救援的时候 风思云被促个神员近九层的沼泽怪人 隔空击中了心脏的位置 其身体顿时倒飞了出去 沈丰第一时间去接住了风思云的身体 他看着浑身鲜血淋漓的风思云 脸上布满了不解之色 他感受到风思云的心脉已经被震断 而且心脏也处于随时会爆裂的趋势中 此刻 那些原本要对沈丰进行攻击的沼泽怪人 顶刻间全部停止了动作 一个个犹如木装一般站在原地 一道平淡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开来 小子 我刚刚对这小女娃传音 你和她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 我让她对你动手的 这样一来 她就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而且还可以获得这里的机缘和传承 只可惜这小女娃太傻了 竟然自己冲出去送死 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你 既然如此 如今能够活着离开这里的人就变成了你 看到前面那个光门了吗 你只要进入其中 你便能够离开这里 而且同时能够获得一份机缘 说完 天地间便再也没有声音响起 四周的沼泽的在快速消失 沈丰前面二十多米外 出现了一扇由光芒形成的大门 她低头看着怀里浑身鲜血的封思云 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值得为我这么做 你个傻女人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封思云嘴角在不停一出鲜血 她闪过了一抹淡雅的笑容 道躺在你怀里争温暖 我早就说过了 你是我封思云认定的相公 无论如何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会先为你考虑 只是今后我可能无法陪着你前进了 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你一定要努力地崛起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将天狱之主踩在脚下的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当初我们吻在一起 是在那一尊神像的影响之下 现在你能够再吻我一下吗 尘封将封思云抱得紧了几分 道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 只要我还活着 我便绝对不会让你死 说话之间 尘封施展了寿自觉 抽取了四周花草树木内的寿源之力 灌注到了封思云的心脏之内 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旋气护在了封思云的心脏之上 紧接着 他慢慢地低下了头 他的嘴唇很快稳在了封思云的嘴唇之上 尘封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封思云的嘴唇有一点冰凉 这一刻 两颗星在不停地靠近 封思云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